今天是縣政總執行開始的第一天 我們第一個總執行的議員 洪中海洪議員 執行時間4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縣長、副縣長、秘書長 還有所有的局處所長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首先我們先從教育處上麻煩一下 謝謝 處長 我們在上個會期 有針對學校的演習、競賽 還有活動過多這樣的一個情況 影響了我們的教學 那經過這一年來 教育處說把這個演習、競賽、活動減量的部分 現在目前具體的做法 還有目前的成效是怎麼樣 好,跟議員報告 在演習的部分 我們今年跟教育部申請的經濟教學計畫 就已經做了部分的認為沒有必要的一些紙計畫 我們已經做了刪除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們在一學期二十週 在雙週的部分是完全不排任何演習 完全留給學校 也就是學校可以充分地去運用這些時間 然後再來是活動減量的部分 我們也做過了好幾次的會議 也邀請了地方學校的代表一起來討論 有部分的活動呢 我們已經變成是隔年辦的 所以那個相關的一個資料我可以這個 這個麻煩你在會後的時候給我一個比較完整的書面 沒問題 因為學校的老師 大家大多數看起來是無感 沒有感覺 大家也是覺得演習非常多 而且這牽扯到其他的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處長 呃 縣長曾經講過 他說 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台東縣政府 雖然財政拮据啦 但是呢 教育相關的工作是絕對不能縮水 縣長還記得有曾經講過這樣的話 在一百零三年度教師表揚大會上面 曾經講過這樣的話 其實從我們教育處的年度預算 占縣任總預算的額度就可以知道 縣長對教育的重視 那我要講的是 處長 我們今年度台東縣政府控管經費上面 在教育處部分 他要求教育處控管多少費用 在這個人事的費用控管上面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人事問題 應該指的是那個代課終點費的問題 我們今年被要求控管多少費用 我應該用另外一個數據跟議員報道 就是說我們控管 我們今年給教育處的機會 比去年多將近一億 超過一億 那控管的部分基本上 我們控管的是代課教育終點費 我們去年 他今年剛剛控管一年 他的差額 就是說他的繳會的差額超過一千五百萬 就是總共控管一千五百萬 好 那所以我沒有覺得說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 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省下來的這些一千五百萬 再加上我們增加的一億多 那這些請划到什麼地方 第一個 我們一的部分是整個給教育經費 讓教育處去做整個的分配 因為我們是總合給教育處的 但是對於增加的人事費的部分 每年縣政府比中央核定的部分 我們多核定的超過三億多 所以他多的部分比繳為限庫 他不管限庫會一直虧 那基金會一直剩餘 但是我們給 除了人事經費以外的經費的剩餘 是留在教育處的 留在教育基金的 謝謝你的說明 那劉書長請問一下 剛剛盧書長說多給了教育處一億多 又節省了一千多萬的人事費用 在代各總典費的部分 那請問你這些費用 我們應該是兩個年度去相較 雖然財經處這邊多給我們這些錢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人事的缺口上面 是不斷的往上增加的 因為退休老師的 退休金也是算在教育處裡面 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用在低限的 55億的教育處的預算裡面 光人事費用薪水加上退休金 這個資分就已經有38、9億了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吃重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些控管下來的費用 或者是說增加了一億多的費用 其實並沒有用在真正的教學上面 而是大部分還是用在人事費用 教學上面我們還是維持一定的水平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 有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所以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省下來一千五百萬 也沒有辦法回到第一線的部分 那個處長我要講的是 從104年度 剛剛盧處長有大概說明了一下 原則上節省了一千五百萬左右 就去年度幫一年度 節省了一千五百萬左右的經費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學校的老師 現在真的大家都在說發揮教育癌 所以你想想像 比如說最近有一個演習說 派學校老師帶隊去參加全國比賽 帶隊參加全國比賽 結果呢 核定的工價 是帶隊老師帶課終點費 補助額度是每日兩節課為上限 如果他那一天他有四節課五節課 那結果你只核定兩節課 而且還是教育處 這個發文要求老師帶隊去參加全國賽 那請問你帶老師剩下的結束怎麼辦 我直接跟議員講 這個不合理 我回去檢討 這個非常多啦 真的很多公文是這個樣子 就是要求大家去 但是你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至少 如果今天學校是以台中縣代表隊的身份出去的 這個就應該是要考慮到 老師因為他離開台中縣嘛 那他的代課終點費 就應該是以全日來算 這個回去你說剛剛有承諾說回去會查看看 這有關代表台中去參加比賽 或者是由教育處核定他要去參加什麼 研習的 那這個你應該要給足蹤點費 如果是學校自己爭取要出去比賽的 那這個就要出力 其實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昨天教師會整個來代表到我這邊來溝通 他們建議是這樣 回到過去其實你可以把經費減少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學校一年 原本是給兩萬或三萬塊的一個代課終點費 那因為我控管兼費 所以我就給你一萬 那一萬塊你自己去自由 自由的去核定 校內自己去核 校長有這個權限 那我就最多就給你這樣 那你覺得哪個研習重要 哪個比賽重要 學校你自己去決定 那不要說現在這些錢完全都沒有 都是由教育處控管 那學校呢沒有這個權 對那但是呢 教育處又發了非常多的公文 要求務必參加 延期或者是務必參加的比賽 報告議員 去年的最後一季 國民中小學加起來跟教育處要求 要補給他們的代課終點費 高達將近九百萬 在最後一季 這樣等於說實際上造成我們教育心費的擠壓 所以我們今年才做這樣子的一個控管 那原則上執行到現在為止五個月 我也覺得說有部分的 像您剛剛所提到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是有點重演的認定 我們會再做一些修正 但是也希望學校要能夠體諒 如果他們自己刻意的放寬了這個人是 這個代課終點費的一個審核 到最後最後一季呢 還是教育處 所以市長我想這兩個層面問題 第一個就是您說的 學校的部分 它可能有腐爛這個核給的狀況 第二個有可能 我覺得這個第二個可能性是比較高 教育處發了很多要求我務必參加 我是要去還是去 結果現在的結果就是 我們派客比較少的行政人員去參加 結果行政人員整天都在外面 怎麼在搞這些都在參加演習了 參加比賽了 然後釣客釣了個亂七八糞的 今天老實們都在講說 老師被釣客 釣了個亂七八糟 他可能本來一天 上üssel 這個班級上一節的音樂課 就因為經過調課之後 他今天要上兩三節的音樂課 或連續上兩三節的體育課 因為課被調亂 那如果你是老師 那你被調課調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會心平氣和的去面對孩子 去解決孩子的問題 再者如果被派出去去參加演習或比賽的是導師 班級導師 那誰去幫他帶這個班級 其他一定是行政人員幫他去cover這個部分 但是畢竟不是我班上的小朋友 而且我自己還有行政業務要做 我一方面要付我的行政業務 一方面又要去看這個小朋友會不會搗蛋 國小還好 國中生這麼剛好進入叛逆期 他怎麼去幫忙帶這個班級 所以這個部分 市長拜託你回去稍微研議一下 我覺得最快的方法 剛剛講的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控管學校 就是學校如果說他有合亂八的這個情況 我們就從總經費上來給他控管 第二個部分 就是教育處我們自己本身能夠做的就是 減少演習的這個數量 在公文上面不要再盡量不要再寫物幣兩個字 我們研習的部分其實已經盡量的擺在假日的時間了 然後關於教訓總府各處事的業務上的宣導的部分也已經框好 譬如說禮拜二或禮拜三是屬於教務主任的教導主任的 那他那一天是不排課的 所以也不會有所謂的 他還要再去調課等等的事情 那剛剛您提到那個部分 就這幾個問題其實 教室公會在上個禮拜 就送了六大議題說要約時間跟我做討論 這就是其中一個 是沒錯 他們昨天也把這一份呈給我 待會過後的時候 我會再把這個建議書給處長 包括因為他送我兩份了 送你兩份 那希望這個特別在第一條第二條的部分就講得很清楚的嘛 他們的一個需求 我都看過了 那這部分再麻煩處長來改善 我會約他們再做討論 讓他們更了解實際的狀況 OK 好 那當中呢 我要再講到 他給你的這一份裡面有提到一個部分是 有關現在少子化的問題 這個財幣校的 這個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們到底就 台東縣政府對財幣校的進度 有沒有一個規劃 在之前的林處長他告訴我 五年要裁六所學校 現在後來再問你 您就說 你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那到底有沒有一個完整規劃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要裁什麼學校 現在教育處弄了一個 四人不成班 三人不成班 這樣的一個規定 這是有點在規避很多相關的法規 我個人贊同財幣校 也贊同加速財幣校 但是第一個合法很重要 然後呢 程序過程很重要 讓社區能夠了解說 我財幣校之後的這樣的一個 未來要怎麼走很重要 我要講的是 我們現在的發展模式 台東的發展模式 是過去日據時代的發展模式 他到一個部落去 他一定給兩個東西 一個叫住在所 就是現在的派出所 那在部落裡面 他以前叫班學校 這是現在的國民小學 這是發展模式 所以在每個社區裡面 只要有這兩個 代表日本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統治權 那現在呢 發展模式要改變 那我們給社區一個什麼 新的發展模式 現在社區的概念是 派出所沒了 學校沒了 這個俠谷就沒了 所以我們要改變這個想法 那怎麼做 教育術走在第一線 所以這個規劃必須出來 我要講的是 三能不成班這件事情 一定要考好的深思 再者剛剛講到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很多老師超額了 超額的老師國小 我這裡有一個統計數據 在目前2004年出生 2003年出生的那兩年 減少人數是非常快速的 那兩年都要減十百多人 速度非常快 那再來呢 往下到2010年到2013年的人口 也都是一年減少兩百多位學生 所以現在2001年就是14歲的 現在14歲的學生 國中的部分他有三千一百多位 到了現在2014年出生 只剩一千七百多位 這個賽事現在也有提到 人口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因應 國中的部分目前看不出來 原因是因為有學校的校長說 他們學校居然連數學老師都沒有 因為數學老師被超額了 這個學校沒有數學領域的老師 說要拼學歷 這不知道要怎麼拼 所以是不是有這個情況 是吧 不知道因為我是不是 就您剛剛所講到的 裁便校這樣一路下來 跟老師有一個說明 對於裁便校的部分 尤其是廢校 如果那個學校我們沒有明確的 後續的發展規劃跟經費到位 我們不會輕易的把那所學校廢掉 因為那個會造成社區的一個負面效益 我們以洪石登校來講就好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他 而且拿到花東基金就是洪石面山基地 這個您剛剛說的 三人不成班 他現在新生進來減一班之後 那個學校還是一個本校 還是他變分校 沒有還是繼續他維持他現在的原來的規模 我們不動他 那他逐年減少之後他就自動消滅了這樣 其實也不是自動消滅 這個原則上 學校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除了三人不成班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典範特色學校的認證計畫 這個處長我典範認證學校 我也跟你提過 這個時間太短太倉促 從實施到這個執行一個多月的時間 學校的特色有辦法在一個多月的產線出來 我們有一個過渡階段 對 我們今年這個過渡階段裡面 當然最擔憂的疾所學校一定是受到三人不成班的部分 那我當然也要跟議員報告 三人不成班裡面我們考慮了兩個主要的因素 第一個是學生的受教權 第二個什麼叫做學校班級內的最式規模 它可以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這個是我的初衷 我不會因為是為了廢校才病校 我才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其實我知道您的用心 但是這個用心讓我們看起來是 我們政府機關常常為了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去彌補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稅制不夠 所以我們搞了個二代健保 學校行政人員 包括這個所有行政單位 大家為了二代健保頭痛要死 你就整體增加稅制就好了 不過你要就直接課稅嘛 你要弄個二代健保 大概就是重新計算 那這件事情也一樣 我們為了要三人不 先第一個搞了一個三人不成班 再來呢你為了怕三人不成班的學校 要真的有學校因為三人不成班被減少了這個班級 所以你又弄了一個特色學校 然後呢讓他避免被減少 那幹嘛呢就不要就好了 保安議員絕對不是所謂的彌補 教育部的政策 本來就是鼓勵小校要發展特色 而且對於所謂的裁品校 在整個歐美國家而言 其實也有不同的論調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台灣也是追求這樣的一個國際間的共識 就是希望小校他的生存之道就是在於 他的特色有沒有辦法持續的維持 所以典範特色學校並不是為了要去幫 所謂的三人不成班去做解號 而是鼓勵校長應該要有這樣的責任跟承擔 市長因為質詢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只能這樣子跟你提啦 那這是很多人的心聲 我把它講給你聽 那因為現在執政是你們嘛 這個權力掌握在你們的手上 所以這是給你們的建議 那你們去衡量看看 如果做了 當然做了我們還是尊重你啊 但是做了之後我們要承擔這個後果 所以這個市長 有關三人不成班的事情 還是要再次跟你提醒 就回去思考看看 今年度這件事情是要緩辦呢 再多一些說明呢 讓大家知道還是要怎麼做 還是要現在一樣繼續來進行 這個您來回去考量看看 謝謝一位提醒 那還有一件事情 我要問你有關 在上一個會期我提到的華雲國小的事情 這件事情後來進度怎麼樣 華雲國小目前的進度 是因為我們在拿到促三支的190萬的補助款之後 我們開標去得到一個所謂的顧問管理公司 來協助這個原來提案的這個業者 結果他現在測案了 對他測案了 那因為最後的關鍵點是我問他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在期限內轉為財團法人 最後他放棄了嗎 這個我當初講的資料都是正確的對不對 有關財團法人跟社團法人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社團法人 所以他只能做49床以下 那他的計劃案就寫了400床 當初你們審核的時候 你怎麼會通過他呢 再者 現在你們為了他當初的需求 把這個建築物給打掉 報告議員 那個部分是一定得打掉 為什麼一定得打掉 有所謂的禁為分割跟法定空地分割 那因為我們這個剛好學校的建築物 是在那個水土保持界線上面 我才要講水土保持 因為要有償波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那個建築物打掉之後 才能夠完成有償波用 市長這個都是你們事後才知道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案子的評估案 國教課的評估的過程就有問題 土石流潛市區 他被劃定在土石流潛市區 他什麼時候才知道這件事情 一直到廠商開始要進行才發現對不對 他被劃定在土石流潛市區上 報告議員 我去年8月1號來接之後 我是很認真地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他對於所謂的學校 廢校的空間活化是很重要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一個鞋子博物館 已經提送了他們的出稿進來 那我也自己去跟華原村的村長報告說 原來的這個長照 他們已經撤案了 現在會有一個博物館的案子在討論 我只想問這個過程當中 承辦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瑕疵 基本上我看起來 我們確實是依法行政 我看起來瑕疵非常大 你們到現在還不承認瑕疵 他花了八百萬買來這個地方 結果他也沒有考量 他是土石流潛市區 我跟你講我後來 也是我後來才知道是土石流潛市區 因為我們在跟地震那邊在處理 現在目前預計六月份要解除 你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解除 結果實際上並沒有跟國有財產局買那塊地 目前沒有買那塊地 那八百萬沒有花 沒有花 因為那個錢當時是社會公益基金的部分 沒有執行 所以這筆錢已經 就沒有花這筆錢 那後來建築物就把它給打掉 建築物打掉 那是因為要在做有償撥用之前 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們也跟華原村的村長 還有跟那個香代表去做過兩三次的說明 那香代表跟村長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 他們的意見是說 只要有助於地方的材種 他們都樂意 他們不是這樣講吧 他們來跟我講的是說 你好好一間家你把它打掉 結果本來我們社區要使用的 你把它打掉的 總結不知道要做什麼 本來他們強調的是那個桌球文化館的部分 所以當時我們也禹諾他 就是得標的業者 他在興建大樓的時候要保留一個教室 作為這個桌球文化整個校室的一個置放的區域 結果你剛說要有償撥用之前對不對 就是要把這個建築物打掉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標案 我相信沒有人會感興趣 大多數的廠商 因為當時走的是促餐 那你打掉的時候 他是因為你打掉的時候 他不願意再來 沒有沒有 他本來就是他要在那邊興建 而且他是要在劃定的水土寶石界線區範圍之外 那個才是他的建築基地 所以他最後不願意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社團法人變更成財 因為再審的那個階段 只要再審結束之後 我們就等於要上標了 所以再審階段裡面我們明確的告知他 如果下一個階段你送進來的案子 沒有辦法完成財團法人 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往下走下去 這到今天我要給你買一塊塊 然後呢 這一塊地要一億 然後呢 結果我來標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我有一億 結果等到我標到之後說 沒有啦我標到要一千萬而已 但是我再過一站 我會賺一億來放喔 喔 是不是這樣 這個案子是不是這樣 那一家實際上我 對他並不熟悉啊 因為他是台中的業者 我們就是依據他有這個資格嘛 他有這個資格來送件 我們就依照他的送件的合理性 需求性等等 那剛剛就講的嘛 他就提了他說要四百床 結果他就是這個醫療社團法人 他只能做四十九床 連這最基礎的 這個概念都沒有 因為在初審階段他允諾 他們一定是會朝財團法人的 總統我剛才說的啦 我說我要來標一億的東西 我扣得到一千萬啦 我跟你說我十天以後 我會賺一億 來給你賠 魯廚 魯廚啊 有人要來標你們政府的地 這樣你要賠嗎 不會啦 我們都會收現金啦 對啦 所以我要講的問題 就是這個地方是有瑕疵 處長你們不要一直變說沒有瑕疵 你就承認有瑕疵 我沒有說有瑕疵 要你們怎麼樣 也許有討論檢討的空間啦 我這個要好好的諷刺一下 你們貴處的這個國教課課長 在去年呢 我真的很多事情您不知道的 這個部分您去年頒了一個獎 叫做使命必達獎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的使命必達法 聽說是因為 因為實際九所學校的關係 所以現場頒了這個獎給他 現場你知道實際九所學校在蓋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出的問題嗎 現場不知道 對 就是他也還沒有報完 他就打去要打掉了 現場我還在那裡慌 那就是那個復興國小那天剛好 揚繩起來 是因為我剛好在那邊嘛 然後才發現了這個問題 對啊 重點是 使命必達 我不知道怎麼樣的使命必達法 你真的是現場於不義啊 所以我要講好好的檢討這個部分 我沒有要你們要怎麼樣 但是你該承認錯誤 你承認一定 報告議員如果我們教育處有現場於不義 我一定自我檢討 沒有不用你自我檢討啦 要該檢討的你要檢討啦 處長 好不好 好以上 謝謝處長請坐 謝謝議員 再來 麻煩幫我上一下檢討 縣長請教您一下 有一個中國古時候的名人 叫做管仲 檢討上面的那個叫管仲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這位 是 有一個故事叫魯梁王國記 不知道縣長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應該有讀過這一部分的歷史 不過沒關係 我來跟縣長講個故事給你們聽 因為平常都是縣長講故事給小朋友聽 這個 因為縣長是學經濟的 這個故事跟經濟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個管仲是以前齊國幫齊桓公 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一個重要的宰相 那這個管仲他最厲害的做法是 他用商業的手段來解決他附近的國家 用商業的手段來解決他附近的這幾個小國 都不用出任何一兵一組 就把這些國家給打敗 這個魯梁齁 這是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的民眾很擅長於支付 然後支出一種失支品叫做魯稿 這個管仲有一天齊桓公問他說 我想要滅了這兩個國家 那你告訴我怎麼做 管仲就說那我告訴你 齊桓公麻煩你從今天開始 你就穿上魯稿做的衣服 齊桓公說幹嘛穿衣服 他就說你就照做就是了 所以齊桓公呢 他就開始穿這個魯稿 就這兩個國家所支出來的這個布 那因為皇上穿了 所以呢大王穿了這個衣服之後呢 他的大臣也就跟著穿了 大臣跟著穿之後呢 百姓就掀起一股流行 大家就開始跟著穿魯稿 這個穿了魯稿之後呢 這個大家就去跟魯國跟兩國 來買這個魯稿這樣的一個失支品 所以呢 這個管仲就下令本國人不得生產這個失支品 通通都去跟他這兩個國家買 結果呢這兩個國家喔 本來要種田的啊 要上山打獵的啊 要砍柴的啊 要做什麼鐵工的啊 通通都把這些工作丟下來了 然後通通都去織這個魯稿 來專門賣給齊桓 喔這個兩個國家的大王很開心喔 我就光美年賺你齊桓的錢 我就我就爸你知道嗎 喔結果呢 這個到了這個全國 這兩個國家全國上下都在從事紡織的工作 結果農事都荒廢了之後呢 一年之後 糧價開始暴增 然後呢 這時候管仲就說 時間到 時機到了 所以就要求呢 這個齊桓公喔 從今天開始 把所有的魯稿拿去燒掉 說這是什麼爛衣服 喔從此我們再重新穿回原本的衣服 結果呢 頓時間沒有人買 魯國跟糧國的這個衣服 喔 這兩個國家瞬間倒閉 喔 這就是魯糧的王國際 還有另外喔 這個旁邊還有齊桓 旁邊還有一個舉國跟萊國 這兩個國家也是這樣滅亡的 這兩個國家生產一種植物叫做紫草 所以呢 一樣用一樣的手法 齊桓呢 一樣大量跟他收集這個紫草 所以呢這兩個國家的所有的人民呢 也不是生產通通到山上去找這個紫草來賣給齊桓 等到了兩年過去之後呢 這個管仲呢 又要求這些人都不要再收購了 所以這兩個國家又瞬間倒閉 我要講的這個故事 就是有可能就是台灣的故事 也更有可能是台東的故事 好 呃 台東齁是一個經濟非常依賴中國的一個地方 我們的農農業 主要是出產國在中國大陸 我們的觀光佔大多數是這個大陸遊客 在這幾年來的經濟成長過程當中 縣長這個我給你一個肯定 好 我用的各種數據 這個去調查民國九十年開始到現在的相關的稅啦 稅收啦 營業額啦等等等 我就是要證明說 台東真的沒有 百姓沒有賺錢 但是昨天晚上我後來跟國稅局的分局長通了電話 來問他這個 這個這個 您的簡報上面的這個數字說 商家的營業額再創新高 增加了兩百億 他替您證實的這件事情 確實是營業額成長 所以 確實商家賺到錢 我知道你的感覺 的確好到難以置信 好到難以置信 好到難以置信我沒這麼說 所以你趕快要去查順不可能 結果是真的 但是我要跟縣長講的是 為什麼人民無感 你無感吧 不是 人民大家都很開心啊 縣長我告訴你 原因啦 沒有 縣長你聽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我告訴你 這不是只有我這個感覺 昨天我問了之後 也確實是這個樣子 我用數據證明給你看 這個是我們台東加戶 加戶的每年經常收入的一個數字 我曾經問過稅務局局長 也問過主席處處長 他們說這是抽樣調查 所以不準 但是我昨天問了國稅局 他說確實是這樣 就是幾乎我們的家戶收入是沒有成長的 平均收入是沒有成長的 好 現在聽我講 這是受戶人員的報酬 就是吃人頭路的就對了 吃頭路的比較多 老闆比較少 這個部分受戶人員的薪資 也幾乎沒有成長 但是呢 每一年的家戶支出 有逐漸微幅的 這個長的這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人民覺得感受 這個是我們台東各觀光景點 旅客成長的情況 這個我要講的是 你們提出來說 光是一個熱氣球 這個就帶進來的六十幾萬的一個旅客 這個書 人次 人次 人次都是重複計算 所以它不是一個準確書 但是人次也有在不同的景點漏掉的也有 對 在這個資料上面是交通部所提出來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整理 從99年到104年 其實各景點觀光景點增加的旅遊人次 其實沒有什麼增加 只有一個地方有增加 叫做路野高台 所以這個數據證實的一件事情就是 熱氣球確實有增加人潮 但是只在那個地方 居多啦 因為你們有解釋說 不是每一個觀光景點都有統計 所以有些地方也不好統計 這個我都替你們解釋 三仙台 差不多跟99年差不多 小野柳微幅成長 石破管微幅成長 布農部落差不多 石上木野微幅成長 出入牧場差不多持平 北南蛙公園略為下降 資本五森林遊樂區也差不多持平 金針山 暴增當然一倍多 原生植物園區略為下降 海參館差不多 綠島差不多人數 關山金針山公園略下降 南嶼差不多 陸野高台 從30萬到60幾萬 確實增加了30幾萬 所以這個增加的部分 我們可以說是熱氣球帶來的人潮 帶來了30幾萬的人潮 我要講的是 像剛剛我們講的 人民的感受的問題 人民的感受其實很好 這個從我們這幾年 我們自己做的民調 外界做的民調 都可以看到非常大的進步 所以你所謂的人民的感受 我想你接觸的那個sample 可能代表性還不夠 第二個 我們看台東現在這五六年的飯店的成長 民宿的成長 再加上觀光局統計 這一些飯店的住房率幾乎double 幾乎一倍 就是說我的供給量增加了 成長了67% 可是我的住房率卻從32%平均到50% 60% 這些都很清楚 你看到我們台東人民在金融機構的存款 這幾年成長了兩三百億 怎麼可能無感 你看到我們的房地產的增值 你就算薪水沒有增加 他的房地產有增值啊 這些都是 這些都你沒有看到的 反正我要講 後面我要講 這個房地產增值 因為我把它家購買到 所以我遇到的問題是 我可能要申請低收入 因為這個地價上台 所以我沒辦法請請 那你的定義人民的財富是什麼呢 有感要怎麼樣 有感一定要薪水 那薪水 這個大部分 這整個是國家整體結構的問題 這也沒辦法 台東呢 但是台東的投保的薪資 其實也成長了 這幾年也成長了很多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創造了就業機會啊 現在業者找不到員工 他只好提高薪資 這些都看得到 縣長 從您的施政報告裡面 跟您平常所講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也知道你的看法 但是我要提供的是 另外一些不一樣看法的民眾的意見 讓您知道 我覺得 這個有一點在挑毛病啊 議員 我會給你建議 你在 你在看 任何人來看台東這幾年的改變 都應該是要 縣長我們 覺得說 沒關係啦 進步這麼多 你就偏偏非得去找說 我就要從你的數字裡面挑一些毛病來 其實沒有這麼好 我跟你講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 但是你以為 議員來議事堂上面 本來就是要把不一樣的親身告訴你 是 所以我不肯來這個 縣長你都做得很好了 那我就不用質詢了 我不敢要求這樣 是 那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你 那您就聽看看 能夠接受您接受 我要講的是 我們很多人講的是 為蒙其利先受其害 因為投資民宿業的 越來越多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去投資房地產 有幾年去投資房地產 結果台東的這幾年來 房價是暴漲 地價也是暴漲 所以 對於一般壽新階層 我的薪水比沒有金價 所以我要購屋的難度 大幅上升 這個房地產的價格 是漲一倍以上 對 那你要不要發展經濟 當然要發展經濟 經濟發展了 經濟如果沒有發展 房地產會長嗎 現場我要講 經濟發展的部分待會 那你到底要讓我們的經濟不好 房地產持續停留在 從83年以來的 全部一灘死水 我沒有說不發展經濟 當然要發展經濟 對啊 可是發展的經濟就會有 房地產要跟著增值 這樣的現象 這是很自然嘛 你不能告訴我 你要發展經濟 像是全世界 經濟好起來的時候 土地會增值 可是台東不准 發展經濟的過程當中 如果只是集中人 少數集中人的財富 多數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身上 那這個是大家無感的喔 所以如果說大家都有增加的話 現在 隨著經濟成長 我的收入增加了 那我當然覺得很開心 台東人 從找不到工作 到現在 是工作找不到人 這個 就是最大的好處 您剛講的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層面的解釋 就是說 我剛講的 衛崩其利先受其害 因為這些販店業啦 觀光業它的用能大增嘛對不對 所以導致什麼 傳統業無人啊 對不對 那個傳統業 就要自己去改善自己的工作的環境 就要提高薪水 那個怎麼也能怪到現政府 怪到現場頭上 我沒有說怪 現場又不是神仙 什麼都可以用 變魔術 把它變變變變變 都變得很好 全部問題都解決 不可能嘛 我真是跟你講總控嘛 所以你也承認確實有這個情況嘛 所以 所以個別業者 他要該去做的 我要把這樣的帳 也算到現任府頭上 現在我不是 不可能的 我不是跟你算帳 我現在再給你建議 不是 你那個的意思 這建議也沒有用 我們的政策裡面 我現在告訴你的就是說 整個整體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 必定 有某一部分 會是比較得利 有一部分 會比較是不夠的 那他們不夠怎麼辦 一方面他們自己要去力求改善 產品要更好 服務要更好 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要去做調整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推社會住宅 為什麼要推幸福住宅 就是這個道理啊 我也知道 然後有些人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沒有蒙照到這個好處 比方你剛剛講的 他房子更買不起 好 那這個部分 政府來幫忙 我們在社會福利上面的支出更多 這個都是我們在做的 所以你覺得 我是沒有 那個為蒙其地先受其愛的 在你的觀點裡面 那是少數嗎 不是 那是少數 不是 你必須要為整體設想 如果整體不好 你這個地方根本 談都不用談了 你今天要在這裡問的問題 可能更多 因為你台中根本經濟沒有發展起來 我同意啊 沒有一樣是好的 對我同意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但是經濟發展的模式 你必須要讓台中整體的經濟發展起來 就像馬總統這八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 是國人所認同的 如果國人所認同 今天不會選成這個樣子 國人不滿意的是什麼 正是經濟問題 台東可以在整體經濟環境 這麼差的情況 逆勢翻轉 把經濟帶動起來 這個是應該給肯定啊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去挑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信長我剛剛有給你肯定啊 一開始我有給你肯定 但是我說我給你建議嘛 所以你不是念經濟的 因為為什麼你發展 你整體發展經濟的過程 必定是如此 可是我相信 我相信 對我們地方來講 整個來講 還是加分 當然會有一些少數要去照顧 當然會有一些雜音 全世界有看不到聽不到雜音的嗎 不可能 這樣我剛剛繼續講 小老百姓的收入沒有增加 而且我們的公共設施被大量的大陸遊客佔領 這樣的民眾 小老百姓的 我會沒有增加 我們各行各業做生意的那個營業而高到這樣 我跟你講我辦一個全中運 大家 送他手軟 這全中運是國內的 你這個時候你要 你要再回過頭來講說 可是 上班的他的薪水沒有增加 那這個也要算我的帳 現長 因為我的時間只剩下一分多鐘 你讓我把後面講完 好 這是我給您的建議 如果你覺得那只是少數人沒關係 那 未來台東的走勢 我所看到 因為我們的經濟蜜脈 在農業和觀光掌握在中國大陸的手上 現在中國大陸518說 怕要創英文 不會說他就給你禁止遊客來台灣 大家要對 有沒有可能 我曾經問過許廚長說 有可能今天 他就沒辦法幫你 這個農業 那個什麼 那是誰 那是誰 這是我們把經濟放在同一個來自 所以我們 我們分散客員 我們要努力 分散客員這個做法是對 但是目前還看不到成效 需要時間 大陸遊客 未來衰減之後 旅館業就會衰退 他就會降房價來吸引國旅的客人 民宿的經營業者 越來越困難之後 就開始賣 賣房地產暴跌 這是我預先 大家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再來 因為現在人力市場缺工 而且薪資沒有調漲 我們的競爭力要怎麼樣去改善 現在 我這是給您建議 再幫我上最後那個簡報 幫我打開那個簡報 我要給您的建議 台東還有幾個地方可以去做 觀光夜市 旅餐的風景區 時間流寒 所以我沒有再細說 寶商老街 原住民文化園區 觀光漁市 資本溫泉區 好 時間到了 相信做了之後會讓台東更 好 謝謝洪中凱 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天德 黃議員總指請時間四十分鐘 可以拉布條嗎 我幫你拉 感謝 那個我們後面議事組 出來幫忙一下 以後你有東西可以請我們 遇會的同仁幫忙一下 事先要講一下 事先要講一下 要不要換一下丁支顧 縣長不好意思 在 在 在 這個 大會主席謝謝 在這個 101年到9月 94年的4月 縣府公告了這個相關的進步的規定 2月至7月的 蘭嶼六海裡的禁止 10噸級以上 或禁止進入蘭嶼捕漁 此公告 讓我們的恆春漁民或抗疫 這個捕漁權受限 揚眼要影響交通的 交通船的這個進出 我想 恆春漁民為此哪來當作 談判的一個籌碼 縣長 你的意見跟你的這個看法 可以提供一些嗎 謝謝議員 我想這個是縣政府的既定的政策 我們不會因為 有少數恆春的漁民有意見 我們具有任何的動搖 我想我們支持 維護 蘭嶼的這個 飛魚海洋文化 我們這樣的立場是很堅定的 所以我想說很感謝說 頒布這個六海裡內的這個 禁止進入的 捕漁 恆春捕漁來蘭嶼 因為現在蘭嶼的真的 整個飛魚季裡面 現在唯一的 可以延續整個文化傳統的話 還是以飛魚旗 這個旗艦內的所有的活動範圍 如果說你 你恆春漁民 要拿這個當籌碼的話 我們真的 藍嶼人也是不歡迎你們的這種方式 或也不會跟你們去談這種事情 但是規矩於說要影響到這個 這個 航權的問題 就是交通船的問題的話 對我們來講也是沒有什麼作為 所以我想 這一次的恆春的這種抗爭後 也造成了我們鄉民的有一些困擾 但是現在觀光客那麼多了 我想對於如果說這個 恆春這一條線如果說不跑的話 那對台東是否有更好的一個走向 我們當初之所以會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的這個機械的這些船隻 已經真的是影響到我們的這個 藍嶼的這個民生 而且讓海洋的資源開始出現那種 這個枯竭的這樣的現象 我們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 我覺得這幾年我們看到 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對海洋的資源的保育也好 對我們傳統文化的這個維繫也好 都是正面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什麼要改變的 這樣的一些意識 我想說這一點後 說實在我們南嶼地區民眾 也很認同我們獻福所頒布的這個公告 這樣子的話我想 因為我們在飛雨季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跟屏東來算賬的話 這個跟他們把我們台26線就這樣做掉 那個對我們的傷害那更大 對不對 我們只是這樣 我們只是這一段時間的 這一定期間每年一定期間 然後這個一定的這個這個規模的船不能來而已啊 那他們做一個這個這個 一到公文就把我們已經 已經通過的這個計畫 台26線就這樣整個把它結束掉了 那你說這如果真的要來 大家要來講 那我們該怎麼去跟他抗議這個事情 所以對我們的 台東的經濟消費也是增長 就對了 那當然 因為我想這幾年當中 現在我們島內的一些年輕的民族的意識太高了 變成所有很多的規範 都必須經過我們獻福合定之後才辦不出來 所以這一點的話 希望說我們鄉民獲公所支出去的一些公文 希望我們獻福這一邊能配合辦理 好 現場請說 謝謝 對於在我們蘭嶼飛羽季燃燒了將近一百多年的這個傳統 但飛羽季中也產生了很多的禁忌 但是我們必須去維護遵守 我們請我們的農業處的處長 你也找 這一次在飛羽季很多的相關議題在報章雜誌上 你都有看過了 是 我不知道 呃 處長 在我們飛羽季 我們的這個禁忌 你曉不曉得 飛羽季 然後一人我不了解你講的什麼意思不了解 我說我們飛羽季的禁忌 禁忌 對 我知道有很多禁忌 但是就是詳細怎麼樣的話 這一點我要跟吳處長請教 因為我們在飛羽季 為什麼吳處長 老祖宗給我們傳下的這些傳統 讓在飛羽季期間內所有的活動禁止 然後你這個 這個讓我們 這個魚走後才會生生不息 爸我一眼 其實你講的那個禁忌 適用在我們目前在知言的維護 包括不管是藍瑜 包括我們的很多知言 其實你講的禁忌是適合大家 雖然說是老祖宗留下來 其實現在目前我們的 對保育的這種觀念 應該就像議員所講的這些 即使我們會把你這個觀念 在推廣到 立島或者是在東海 我們會把這個觀念推廣下去 對這一點我想說 在我們的期間 五飛羽的期間 才幾個月 二月到七月而已 難道這些都不能忍受嗎 我們的經濟 所規範的傳統文化裡面 所有的 保育的我們是絕對全力支持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種精神 甚至擴充到綠島 甚至到我們東海 還有我們很多知言 也應該用這種方式來保護 否則的話 總有一天我們台東的優勢 大概就沒有了 說實在 在台灣後 在台灣後 已經很少了 像藍瑜這個地方 用地方自治的方式後 讓我們的這些魚類平息喘氣 讓它或有一個環境 或讓這些魚在富裕期間 能這樣子延續下去 但是如果說你遭到破壞的時候 那你怎麼 藍瑜是唯一的淨土了 你才完成 你可能找不到像藍瑜這樣子 那麼乾淨 又可以維護整個生態 你說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由你們農業處 漁業科這一個地方管理 報告議員 謝謝你跟我們上來一課 我們正在煩惱現場也很重視 立島怎麼處理 我們就哪來以這個例子 來對立島做有很多的作為 我覺得這個觀念很好 細節我們再跟議員請教 可行的方式來對立島 也是應該同樣的辦理 所以這一次法官尼農業處後 你在我們非語氣 既然或答應我們這個台灣水上摩托車協會申請 他申請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水上訓練 水上訓練 就是 是水上訓練嗎 他的位置應該是沒有到外面去 他應該是一個港口附近 水上訓練還是海上訓練 他應該就是在海上 他是海上協會 海上摩托車協會 他應該是水上訓練 因為這種程度你一定要 真的一定要明確的 這個問到底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非語氣 他們這樣子之後 糟蹋了我們的傳統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說 他的內容裡面 裡面是來訓練的 那後面那個 摩托車那邊為什麼會帶釣竿 還插了兩根釣竿 這個叫訓練 一般來講出海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跟海巡單位再多做溝通 我想這個情形假如跟他的目的不符合的話 我們應該會起避 然後應該照規定來處理 我想你也不知道裡面的內容 他們來之前也有帶小孩子 從台東直接後分分到 然後居然後面還載個小朋友 還帶個魚肝 這個例子 以後我們在審查相關的這種申請的話 我們會特別注意到 謝謝議員提醒 所以這一點後 我想說在審核通過這些案子 你必須要看清楚 他的內容是什麼 他主要的訓練的原因 你最起碼要問到底啊 是 你這樣子破壞了整個 我們來以後這個生態傳統 所以我想在他們在進港之前 我們也有跟他們講過了 你進港之後後 禁止在各部落的港澳 去駐留 或者是在這那邊甩尾後還是標速 結果第二天還是一樣 所以我想說後 這個問題後產生後 變成我們這幾天後 難以搞得會被癢癢 是 而且我們在飛魚期間 還在抓飛魚 船隻在旁邊抓飛魚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影片麻煩一下 因為這一艘船 前面這一艘船是他們在捕飛魚 捕飛魚之後這些水上摩托車 在旁邊開始狂飆了 請問你我們要怎麼抓飛魚 這樣子的狀況怎麼抓飛魚 所以我想說這一點的話 跟他們講好了 他還在耍尾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或在這一點後請處長 麻煩一下掌握一下 謝謝議員的提醒 所以當天我們就跟他們聯繫 馬上制止 所以他們後來也接受我們的勸告 然後第二天就離開 不過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在事前的防範上面 我們農業處要做很好的把關 這一點跟議員抱歉 我們會做好把關的工作 但事後呢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影片 他們的狠行霸道後 對我們後 真的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些遊客來 還那麼囂張 或跟我們當地人這樣子這樣 你是警察理會的 但是你還是幫我們做這個合法的事情 聽點太誇張了 那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很多的申請 我們同意他申請 不表示他可以做很多的作為 所以我想他只要違規 我們應該在違規的方式來處理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請醒了以後 我們以後類似的請醒 不管是在南影 或在立島 或者在東南任何地方 我想我們將來在管事上面 需要照看你的申請的目的來做 不要超過他們申請的範圍之外 來做不必要的行為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注意 等到你發這個文的時候 你也沒有開始公所啊對不對 一般申請我想 大概我們一般申請的程序 大概不會說因為可以 不過一眼睛提醒了以後 我們以後類似的提醒 我不是提醒 那你應該直接指揮給我們公所才對啊 讓他們知道有這批要來 公所如果說你找一點通知的話 那是不是公所會回覆給你說 公所會回覆給你說 我們在飛行街內 不容許這些人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注意 結果到事後呢 這個炒完了 事後回台灣 他把南影當成什麼 是 他回覆 你可以聽聽看嗎 他回覆下來的 說 劉先生說 建議政府或讓我們南影獨立 然後反正只會拖累台灣 請問難道我們不是台灣人嗎 他說 對台灣一點貢獻都沒有 我們幹嘛要繳稅養 供養這些人 蘭嶼人是被供養的民主 你看看這種法 你怎麼接受 網路上現在一大堆在剝羅 就被攔截下來的 我說他的道歉 有沒有 有合覆到他這一點嗎 事後 再接下來 他 他講的 要不是台灣人供養 他們 就是蘭嶼 現在應該還在點那個眉燈 穿釘智庫 說真的 告教育 寫出來的東西 請問你蘭嶼 那麼 那麼善良的一個民族 結果搞成這個樣子 報告一言 一般會講這樣的話 或做眾留言的人 大概應該 他相關的責任大概沒有負到 常常在繳稅說 講說我們繳稅養你們的人 大概都沒有繳稅 所以這個例子很奇怪 會講這樣的話的人 大概他本身沒有盡到責任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我們 不能說他是絕對怎麼樣 但是很多例子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沒有做到的是要求別人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 特別注意到以後的申請 在他們應該怎麼樣做 或怎麼處理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比較做比較完整的一種流程 這個部分我們會注意到 謝謝議員你這一次的例子 讓我們特別知道 還有 因為他把蘭嶼說成這個樣子 對蘭嶼人或真的情緒激憤的 已經沒有辦法再容忍這些遊客這樣之後 對我們 那麼善良的一個民族 一個島嶼 而且是原住民裡面 唯一一個外島的一個民族 但是你們既然應該是有國家保護我們 我們當地政府保護我們 那既然會把它搞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變成邊緣化的 那叫我們獨立 那請問我們要往哪裡 往何處 報告議員 以我們過去了解這樣 會去蘭嶼的人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 是很喜歡那個地方 對那個地方是很善意的 你提的可能就是那百分之一 那是例外 我想這個當然不要說因為這一百分之一的例外 來影響我們大家對蘭嶼的觀感 事實上我們很喜歡去蘭嶼 是因為我們很喜歡的地方 才會再去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很多人去了很多次是因為他喜歡蘭嶼 所以你剛才講那個 那個都是把它當做 當做過客 可能他沒有來過蘭嶼看一次的 這種倒是畢竟是少數 一般會去蘭嶼的人 大概他心態上不是這樣 這個是因為是花蓮的人 他也算是我們東部的 既然可以說成這個樣子 真的教育到哪裡去了 難道比我們 我們只是才一個高中生或國中生 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的 或是雙科學校畢業的 能講這種話實在是說 跟我們蘭嶼的文化相比 我真的差太多了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 我們再不堅持我們自己的傳統 不堅持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請問只要再去堅持這個東西 是 我們的文化跟傳統 已經傳承了 像我們的定版舟 我們的地下屋 還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定制庫 還有我們的下水典禮 所有的各類的傳統文化 我們都傳承下來了 今天沒有這些東西 請問你台灣的遊客 能來來也要看什麼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我想說 不管怎麼樣 請我們中央或者是縣府 盡量配合照顧一下 我們這個 唯一離島的一個族群 就是這一點 請我們處長後 不管怎樣 還是要去 多開一下那個什麼的 他們申請的內容 雖然來蘭嶼了 還不是一樣 是 破壞蘭嶼整個文化跟生態 所以 這一點後 還把我們到最後的 它破壞下去 這個是更嚴重的一個話題 政府會 為什麼會把核廢料棄置在蘭嶼 因為那是適合放垃圾的地方 這個就是它破壞出去的 請問你蘭嶼 核廢料是從哪裡來的 台灣 那你們的核電 發電 那怎麼把這些被吸物 如果說沒有地方儲存的話 那請問你 你還有這些電嗎 這種說法 你真的不會 不會有責任感嗎 那蘭嶼人 你用這種方式來招待我們 那請問你 我們的核廢料 我們忍受了三十幾年 但是你用這種方式後 適合放在蘭嶼 那請問你 這個要不要放到他家 我說處長 報告一也 一般來講 我剛才講的99%都很善意 就是說 他喜歡蘭嶼 所以蘭嶼的也很喜歡我們 一般 你剛才講的 那流眼 我想他會把那地方 比如說 比如說說垃圾 或怎麼樣的話 表示他本身自己 他的角度 他本身就把自己當作垃圾 所以他才講這種話 一般我們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看那個地方就很漂亮 很好 他不喜歡這個地方 他把它當垃圾的話 表示他自己本身就是垃圾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來看 跟一眼報告 99%去蘭嶼的人 都會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我感謝你 其他不管怎麼樣 我想說這一點 這幾個月 這幾個禮拜 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想說 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說 再當面直接講 如果在現場的話 那個的話 還是會更多 我想 不管怎麼樣 所有蘭嶼 我們在飛魚的活動 合法申請通過者 你一定要告訴他們 是我們審查 對 在蘭嶼特殊的一個海洋文化裡面 是 不可以亂闖各部落的港號 如果或 不聽勸告者 或者是破壞蘭嶼的 這個特殊的海洋文化的話 真的 我被騙你後果 請自己 是 我想 因為你這意見很好 事實上 我們把蘭嶼的 你們這種狀況 我剛剛特別報告過 現場這幾天也非常重視 對離島 對很多生態的這種保護 所以你剛才提到 來的歷史 我們應該 最短的時間 會簡單的 用什麼方式 來用地方知識的方式 或者 然後把地島也加進來 或把其他地方 我們的資源加進來 謝謝議員 你提醒我們 我們會好好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說 有碰的話 應該有碰過我們飛魚機吧 有 有碰過 就知道我們的飛魚機 其實我們被傳統後 是那麼的重視 是 今天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 我想後 事後後 請一定要 遵照我們蘭嶼的 這個傳統文化後 來做一個 一個 這個申請 議員 是 我來 這個針對這件事情 也講一下 我想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很遺憾 那 對憲譜來講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教訓 我們將來 不是只有農業處 各個局處 在核准 民間團體要到那邊去進行 任何的活動 只要是在 飛魚機的這個季節裡面 我覺得我們就要重演 嚴格把關 只要有任何可能 干擾到我們 飛魚機的進行的 那 我們應該都不會準 那 我想 我們採取這樣的立場跟態度 要進去辦公室 都要知道 在這個季節 必須要去尊重到當地的文化 我想 這個 每一個局處都應該注意這一點 至於 後面這些 垃圾留言 那個就是現在網路的文化 毒蛇文化 因為 這個我們都領教非常非常多了 這不是第一次 對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低級的 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可是 呃 怎麼辦 那就是你 就是 不用去 不用去 不是 他在網路上面留言 這個 沒什麼把關的問題 但是就是說 像這樣的 文化需要 必須要大家 共同來正式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我相信 在網路上遭受 原語霸凌的 這樣的事情 已經太多太多了 這個 我想我們大家要 一起來面對 這個正式 但是這樣 污辱了我們 來與這種 那麼善良的 這種民主 真的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 這種 但是很少數 很少數 這個 沒有水準的人會講的話 所以我想說 這幾年不管怎麼樣的話 我想說 現在跟各局處後 希望都認真 照顧一下 我們來與 看有什麼事情 或什麼 一定要編列一些條文 讓我們用這個文來 來執行我們來的文化跟傳統 限制其他的一些不當的這個 這個言行或者是活動 所以處長請麻煩一下 還有我們縣長 是 請坐 好 因為這個問題後 可能會繼續也燒下去 那我就先打住 因為還有時間 我們再繼續聊過去的一個動作 對 那我們請一下環保局 謝謝 環保 好 好 夜好 早安 我想說 現在已經進入了 這個 也是飛魚期 飛魚期期間 後 我們的這個 旅遊旺季 但是在海上的活動 也增加了不少的遊客 我想這些 遊客後一增加 當然相對的 它的垃圾量也會增加 所以我想說 上個禮拜我去會開了我們的垃圾場 但是經我們的這個 這個垃圾場的那個 一些雇員 所以它差不多剩下到五月底的話 到六月初 可能就全部填滿了 我想你將近 一月到四月的這個 一般性的平均垃圾量 在近一天就要十噸了 我想說 局長有沒有辦法說去處理這些垃圾 跟一眼報告 昨天我們有開那個 二鄉鎮跟 這個跟那個 不是 跟那個轉運商 轉運的承包商的那個協調會 那我們從六月一號開始 會開始轉運 蘭嶼的垃圾 蘭嶼跟綠島垃圾 包含蘭嶼跟綠島 因為高雄給我們核定量是 一個月是一千五百噸 那我們這個給這個蘭嶼的部分 一個月是一百一十五噸 因為蘭嶼現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 每天的垃圾量差不多二點四九噸 二點四九噸 所以如果說 依照我們這樣核定量 應該每個月的垃圾都可以轉運出來 那我們那個 離島基金的計劃裡面 我們是這個整個年度 整個計劃是會執行的是一千噸 一千噸 包括資源回收的兩百噸 所以垃圾會轉運出八百噸 跟兩百噸的那個資源回收 那之前 因為之前那個 垃圾沒有辦法轉運嘛 在六月一號以前沒有辦法轉運 所以我們都先做 先轉運資源回收物回來 所以我想說你的垃圾 現在 之前的垃圾還擺在袋子後 那個什麼的 要弄到台灣去的那些 垃圾還在野白場那一邊 我想說這個月底 能不能說把它全部運走 一個月的報告 就是高雄是給我們六月一號開始 六月一號開始轉運 那我們會從六月一號開始執行 那 因為涉及到這個核定量 還有各鄉鎮 每一個面臨的那個 掩埋廠的垃圾的問題 那我們從六月一號開始 會跟幫這個 來與這邊轉運出來 那之前我們有要求廠商 就是有整理也埋廠 那給 有清理也埋廠 就是我們會先把 在這個之前 六月一號之前 我把垃圾先整理好 然後這個要配合船班 我們會轉運到高雄去 那個墳化 因為我想這 前幾天去過嘛 其他的員工跟我們商務所的人員 也跟我講 這個垃圾如果再不處理的話 真的已經 可以跟那個什麼 地平線 真的是平下來了 是 而且你現在又沒有殺死了 你委外 這個六月份也是委外的嘛 也是委外沒錯 那委外喔 委外轉運 你有問過這個 我們的 委外的廠商嗎 他上個去年 去年的新市到 11月份的新市到目前還沒有付清耶 給員工呢 幫幫那個 爸爸議員 這個他們是 我有跟他講過啦 他說他跟 你要多處啊 你到現在幾月 現在5月了耶 他們11月 去年的11月的新資都還沒有領耶 到現在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領到耶 這個我們在跟多處這個廠商 這看是廠商 去年那個議員 你有詢問過我 對 我有跟你回報嘛 那個廠商的說法 他是他個人的說法啦 是說他的員工 沒有照他的規定去出勤工作啦 可是我跟議員報告 這是他們之間雇用的關係啦 但是我們環保局願意來協助 我們會跟廠商 估助一下了解這狀況 這個理由太堅強了 我從頭到尾 我看過他們上班 從早上到晚到下 我這樣上班 我跟議員報告 這是廠商告訴我的 我沒有說他一定是正確 是廠商告訴我的 總部署長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對我們來協助啦 因為這個是他們之間的雇用關係的契約 但是加上你處長的話 應該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對我們會盡量來協助 我們再了解 因為上次跟議員報告 他是跟我說 他會盡快跟員工之間去結親 可是我不曉得說到現在還沒有 每次去員工都會跟我講 到目前為止我怎麼 我一去進去也蠻常跟他們聊天 每次講的就是薪資薪資 但是我已經跟你們講了三四次了 你到現在還沒有做吧 我去年有 上一次夜你在問我說 我有跟你回報啊 這個是這個狀況 啊之後我就不曉得說 後續他怎麼時候跟這個員工之間的那個 這個這個款項怎麼去知 其實我不曉得 因為議員你後面也在問我啦 你這個也可以幫他製成那個嗎 我們還協助 因為這個不是 我們要問六月一號 你要那個開始為外的話 你覺得那個一定要先做好啊 你其實都沒有便宜 那他們怎麼辦 報告議員 這個不是我們那個強迫廠商怎麼 他是 那個員工跟廠商跟老闆之間的企業關係 我知道 如果他有勞資糾紛 可以請我們社會出來調解 但是我們願意站在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環保決議場 我們來協助了解 那就拜託你了 真的 這個 我應該要先去協助 如果這一次再不解決的話 我真的 我沒有辦法再處理他們的事情 我了解後跟你也報告 那 那你這個廢棄車跟機車 這些要怎麼轉運啊 廢棄車跟機車的部分 因為目前我們離島基金這部分 沒有這個經費 沒有經費 沒有這個經費 不過這部分我想 是不是可以請公所提出來 跟離島基金來申請 因為這部分我們現在目前沒有這筆預算 堆積如山的摩托車 將近四十台五十台 還有轎車二十幾部堆在那裡 那這個你 我們之前也有跟公所有談過說 是不是他們提出那個離島基金 我們來跟環保署這邊接洽 那你還有車子啊 你的垃圾車那邊報廢的有三部嗎 還有一部的那個消防車是不是 那這個沒有那麼大的器具 來也沒有辦法釣運啊 這種東西 所以說我們因為這經費的也不少啦 所以說是不是我們跟公所來協調 是不是他們透過離島基金來申請 來把這個廢棄車 機車把它轉運回來 我說一再強調說我們的垃圾在蘭嶼以後 真的是爆量了 然後這些廢棄車 你都沒有做清理的話 還要要求這個 對我跟議員報告 不過這個垃圾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稍微可以緩解了 因為就是高雄這邊要協助我們 那就是這個垃圾場的部分 我想也拜託議員跟公所溝通 因為這個垃圾場 垃圾掩埋場我們公所他們本身 也要維護整理的一個義務 每個公所都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的掩埋場 據我們了解 因為我跟議員爸爸 我們約好幾次要過去嗎 都是因為天后沒辦法 天后飛機不飛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過去 那據他們我們承辦人去看過幾次 他就說那個掩埋場其實 如果透過整理還可以撐一陣子 不過現在我們不先整理這個掩埋場 我們現在是先把垃圾整理好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轉運到高雄去 不是 我想盡辦法說把這些廢機車跟汽車 先給這些大型的重機械後 還是要先處理掉啊 因為這筆現在我們沒有這筆經費 所以我才剛跟議員報告說 是不是公所這邊我們來一起來提出 那個里島基金的申請補助以後 我們來清理這個廢汽車機車的問題 你變成在預算也沒有提 也沒有弄這些預算嗎 我們沒有這筆預算 現在包括藍嶼的 藍嶼玉島的垃圾轉運助理 都是里島基金我們在支付 如果說我們全部垃圾都要先過來 我們那個可能財政上沒辦法負擔 這麼重 處長我是一個里島的一個地區 所有的垃圾後 我們要怎麼去消化掉 像機車的話 你台灣本身這一邊的話 你可以或轉運到一些廢工廠鐵工廠 但是我們來以沒有辦法 我了解我了解 這個所以說我們會跟公署再來 你也不能把這些東西壓住在這個來雨 最起碼還要弄走啊對不對 對 所以我想說你想盡辦法把這個 這個垃圾的問題先處理好 尤其是這個被汽車 所以我們會請公署提出那個申請 跟里島基金來申請 我們來協助 還有那個什麼啦 這個 那個汽車那個什麼啦 修車廠這一邊的話 我想說我事後會跟你去瞭解一下 他的AB車的關係 對 因為這一點的話 讓我們相互水也沒有辦法去做 好 就麻煩我們的處長或局長後 下一次有空我們再去聊這個問題 好 也就是希望你親自跑來以後 跟我們審商一下 因為兩三次都是因為昏到天后 本來是跟議員也好的 好議員 所以蘭嶼的那個環境清潔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一直非常重視 那我們辦的這個全縣的這個清潔比賽 蘭嶼也都是墊底連續 從有比賽到現在都是最後一名 那當然他有島上的一些基本結構的這些問題 可是我看到現在的鄉長也已經 也注意到自己的重視 您剛剛提那個廢棄的車輛 那個是的確 那個要盡快來處理 我覺得除了離島基金 我們去爭取經費以外 我想跟議員報告 台中十六個鄉鎮市的鄉庫裡面存款最多的就是蘭嶼 蘭嶼是十六個鄉鎮市裡面最有錢的 比縣政府還有錢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真正想做事 如果這個事情是這麼重要 只等我們花一筆錢把它運回來 把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蘭嶼不是沒有錢的 那你一直把錢擺著 可是面對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改善 好像那個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會啦 我會這樣也建議啦 就是其實公所本身 有很多人是他可以直接去處理 可以做的 不是每一件事都非得拿到這個議會來講 或者非得等到我們再去行為中央 再去說服他 再去爭取經費 那個有時候都放入會數 我也跟議員做這樣的說明 謝謝啦 但是這個問題說實在啦 在蘭嶼這個地區 我們所有的這些廢鐵 這些處理的方式 我想是還是要跟我們底下 我們的局長都要做一個協商 我們會協助 協助這一個 希望說我們盡速把這些用什麼方式 然後交換給我們公所怎麼去處理 應該最關鍵現在就是錢 如果有一筆錢 然後我們來把這個 這個 吊上船 然後找一艘船來把它載回來 該這整個過程該怎麼樣去 把它這個這個都 整合好協助好 各個環節都去注意到 這個我們可以來協助 所以我想這一點後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局長還有縣長 多付出一下 我們公所這一邊 我們也來 用一個方式或怎麼樣的方法 或去把這個垃圾處理 對不對 是 應該可以吧 而且要說有空的話 真的你還是要 來以後 跟我們鄉長 面對面的 是 聊個天一下 我想對於 我們蘭嶼的一些環境後 也許有你的注意後 蘭嶼稍後會更 稍微會更乾淨 是 也不會再丟 我們這個縣長的臉了 那我們請我們的 請坐 小房 小房 早安 因為這個月來 這個月在台東發生的 這個火警呢 顯示了我們的裝備 跟這個設施的不足 對於離島這個 蘭嶼在救助上更困難了 那請問這個 無問題 請局長回覆一下 如果蘭嶼發生 有一些狀況的話 你有到底有幾個消防酸 可以讓我們去運用 謝謝黃岩對消防酸 這個議題的關心 目前蘭嶼總共有18個 18個消防酸 包括東青 南島 東青 有8個 南島跟紅頭 各有5個 那大概部落裡面的街道上都有 就翻到公路 這是一個 一個住宅的一個點是在鄉公所 但是我們 到達目的要30分鐘 確免的地方 對 30分鐘到40分鐘 那你有這個消防酸 但是你沒有那個水袋的話 那你30分鐘才到 是不是我們要拿水管跟水桶 哪些來澆水 這個 這個黃岩您所提到的 大概就是 在部落裡面設置 對 設置消防水袋 消防苗子 甚至於是 這個消防當府 供當地的居民 在第一時間來使用 對 你這一點 你有消防酸 但是你沒有消防的那個箱子 放水袋的地方 過去是放在村 那個村辦公室 那我再來瞭解一下 那些東西是不是 還在運 還在運 還在運作 因為那麼多處 目前來有 真的有時候發生火災 我們都是自行處理 就是拿水管 水桶而已 那你這樣如果說 你有水袋的話 是不是更方便 是 當然 當然 那黃岩您今天提這個之後 我再來瞭解一下 過去 曾經在 部落辦公室裡面 所放置的那些設備 是不是 真的還有在運作 那 當時是有 負面當地的居民 在出席的時候 自己運用那些設備 先來做出席的 因為我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 蘭嶼有兩個地下屋 一個野營跟朗島 它是木造的房屋 如果說 發生火災的話 你趕不及 一定是全部燒光的 木頭 那對於我們的 地下屋的 這些鄉民 情何以看 這你連一個水袋 一個消防酸都沒有 平常可不可以 就是把這個問題 當做一個 在計畫內的一個工作 好 我來做計畫 麻煩一下 希望說下一次 來蘭嶼的話 一定要去視察一下 好 謝謝 黃天的 黃遠對蘭嶼這麼關心 從這個 我們富裕到消防 也感謝各位 我們上半場的時間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10點40在主持開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接下來總指選議員 蔡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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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大會主席 我們議會的秘書長 院長 還有秘書長 還有各級處的處長 局長 科長 一位同仁 媒體先生 女士 大家平安 縣長 不好意思 請您 幾個問題 縣長 首先 我要恭候我們台東縣政府 又榮獲我們行政院第八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 展現多元化的施政成果 辛苦 也感謝我們的官商地政修所 跟延平鄉的衛生所 這麼用心貼心的為民服務 那未來希望能夠更加努力的 為我們的施政效能來服務 我們現在新政府的時代來臨 台東縣後 在我們縣長的帶領 要繼續推動我們的 呃 觀光及產業發展 那縣長 呃 在你 在我上任以來 你都一直在強調 我們 希望能夠台東有更多的年輕人 為台東呃 創業 或是服務 呃發展 那在我的轄區 呃 我仍然 可以感受不到年輕人 有回來工作的呃 呃状況 那我 在認真的思考 這個 原因 呃 我在想 可能就是台二十六縣 未開通 呃 的重要關係 那肯丁 一直到旭海 一直到南田 涵蓋很多 我們 我在上一次 呃 第二次定期大會 我給縣長呈現出 我們海岸的呃 呃 呃 海岸的風景 那個海岸的蜀關美景 這些阿朗一股道 一直到大五 呃 呃 大鳥段的海岸 一直到太馬里 呃 火車站一直到太馬里的蜀關 呃 如果 縣長 我們把這些景點 把它創聯起來 呃 我在想 呃 我們的 呃 年輕人 應該會有 更多的 呃 更多的年輕人 會回鄉來 呃 服務 我在想縣長 呃 我請問一下 你本人 有沒有親自去找過 我們滿洲鄉的鄉長 潘縣長 談過這樣的 台二十六線 未開通的問題 你說找屏東縣的 呃 我們屏東就是比較 接近我們達人鄉的 滿洲鄉的縣長 這個 潘縣長 呃 滿洲鄉的潘縣長 呃 你要讓滿洲鄉 獨立就對了 呃 不好意思 呃 有沒有親自去找過這樣的問題 沒有欸 我沒有跟 這個 這個 潘縣長 或者是 潘縣長 談過事情 這個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 台東的立場 他們 一定非常非常清楚 呃 假如說 呃 他們有這樣的誠意 其實我們很樂意隨時 來溝通 那最近倒是有 新政府 呃 至少新的國會 對 組成之後 我們有 我有去一封信 給 呃 蘇嘉全 院長 啊 那麼 呃 請他 他能不能就台二十六 這一件事情 來召集一個協商 包括台東縣 屏東縣 包括中央的相關的部會 交通部啦 這個農委會啦 呃 這個新政府上台 他們比較忙碌 再上新的會期 等等 呃 我想 縣長 我們應該要拋開 我們政黨政治的 呃 因素後 我們完全為我們台東的觀光 呃 發展的目標去思考 我們不要想 想得很遠 因為台二十六縣的開 台二十六縣的開通 真的對我們台東縣的觀光 真的會帶動很多很多的契機 所以我希望我們縣長 呃 還是要認真的去找 我們的 是 是 屏東縣的 是 呃縣長 或是屏東縣的鄉長 或是找 就像縣長講的 找書院長 去溝通這件事情 那 呃 縣長謝謝 這個事情我們會持續努力 謝謝员 好 那縣長你在 你的市政報告裡面有談到 呃 我們學校形態實驗的教育的問題 那非常感謝我們的縣長 還有我們的處長 呃 對我們原住的教育發展 是非常的用心 那我請 呃縣長 呃 請坐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教育處處長 呃 處長 呃 非常的謝謝 你對我們圖版國小的 呃 用心 讓我們圖版國小 這次有機會 呃 能夠被 這個形態 實驗的教育 能夠參與到這件 這件工作 呃 這件的 呃 教育工作 那在 實驗教育商法通過以後 呃 呃 你 對我們 這個 這個實驗 教育的 呃 工作 呃 跟我們的小朋友 或是我們的家長 去 呃 解釋 去溝通 這樣的 呃 形態性的教育 教學方式 對 好 謝謝議員對 學校形態實驗教育的關心 呃 呃 圖版國小確實是有通過我們 台中縣所成立的 學校形態 實驗教育的審議委員會的出審 那目前這個案子啊 已經送到國教署 我想 先就圖版國小的實驗教育的內涵 先跟議員做個報告 呃 基本上 呃 它是屬於原住民實驗教育的一環 呃 它有兩個主軸 第一個是文化生根 第二個是學歷扎根 那 以圖版國小來講的話呢 它的文化生根的部分 主要就是以當地的五年紀 作為整個文化生根的軸心 然後再加上小米是作為台東 呃 台灣所有原住民族都共同擁有的一個元素 用這兩個去跟現在的 所謂的七大學期領域的學科去做連結 那除此之外也連結所謂的族語教學 呃 希望能夠讓我們圖版國小的孩子啊 從一年級進來之後到六年級 能夠對於台灣族的文化 能夠有更深的認識 也能夠對於母語的學習啊 跟文化歷史地理等等 有一定的連結 那除此之外啊 圖版國小還進行的另外一個實驗教育 就是混零教學 這個在台東而言 是未來我們的學校都不可避免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的學校學生人數越來越少 那如果依據原住民教育法第八條的規範 我們有不少學校實際上是呃 還必須存在 但是學生呢可能班級裡面 剩下一個兩個或三個 所以圖版國小這一次的混零教學呢 就採取部分學科 譬如說數學 我們一到六年級裡面 可能五六年級的孩子啊 有的六年級孩子的數學 大概可能只有在五年級或者是四年級 所以我們就操作一種叫做 跨年級的能力奔組教學 希望能夠找到孩子的學習落點 去幫助孩子從他的學習落點去進行補救 那這樣子他的基本學歷才會扎根 那當然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如果有順利通過國教署的審查 基本上從今年的八月一號開始是試辦 那在試辦的過程裡面 一定還要再跟在地的居民 尤其是學生家長要有充分的說明 那我相信以圖版國小來講 我也覺得蔡議員非常的這個慶幸 在您的這個服務的地方上 有這麼一位優秀的校長 他真的很積極的關心 到底達人鄉的孩子 他國小畢業完之後 他有沒有競爭力 然後 除了競爭力之外 他到底對於他自己所居住的環境 他有更深的這種情感的聯繫嗎 所以我覺得蕭校長在這一塊 我覺得未來在示範的過程中 應該是能夠獲得地方上 以及學校老師的認同 那當然因為是實驗教育 所以學校的老師 如果他因為不認同這個實驗教育 那基本上縣政府的做法是可以優先讓這些老師 或者是以超額的方式 借聘到其他學校 這個是實驗教育裡面所規定的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人 都會認同某一個共同的教育理念 那他希望實驗教育是找到 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把這個學校建立成一個像家的感覺 所以我相信在土板國小未來的整個發展上面 只要能夠通過國教育的審查 那這個部分呢 我也跟國教育約好了 就是我們六月二號中午定期會結束之後 下午就會在台北跟國教育的官員 就台東縣的實驗教育 做進一步的意見交換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讓我們所送進去的五個實驗教育 能夠都順利的通過 那土板國小就佔了兩個實驗教育 對 處長謝謝 那個我是 我認為我們土板 是我們原住民文化創始最扎根最扎實的地方 那我一直在講 現在現實的主流 亦是對於學童的能力的表現 通常是以學士的成績分數來評論 來定的 那如何讓這個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文化的扎根 然後我們的語言的附贈 還有我們的協力的扎根 如果能夠讓我們這些這樣的形態 學的教育能夠有延伸或是銜接的計畫 比如說我們能不能夠能夠可以結合 冰茂國中或是台東農工 藉著一個很完整的學習的原住民的文化 十二年國教的學程 我們未來來朝這個方向努力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國中的實驗教育 是設定在製造者與城市語言設計這個項目上 那基本上我對冰茂國中目前 洪文正校長整個的校務經營來講 我是有信心的 這個部分是可以順利的銜接 那高中職端的部分 因為多半都是國立的高中職 在這個部分 未來是需要再花一點時間去做溝通 剛剛宿長你談過說 我們這個實驗教育的那個 我們老師 我們老師你是說 如果這些老師能夠不跟學校有所配合的話 我們可以調理到這個學校嗎 要尊重那個老師的個人意願 我想這樣的 我們土榜國小的每個老師 能夠今天有這樣的 能夠被可以說選為實驗教育學校 應該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 一致的想法是做這樣的實驗教育的那個 工作 那在我們的老師 老師裡面 要如何讓他們能夠繼續在 在我們土榜國小跟著校長 跟著處長 跟著縣政府來一起推動這樣的工作 我想在他們的環境也很重要 像譬如說他們土榜國小 這些老師們的住宿的問題 我有去看過他們的住宿的問題 他們的宿舍是非常的簡陋 而甚至他們的人事主任 自己在DIY外面的環境 所以我想處長 為了這個我們實驗教育的工作 讓這些老師能夠繼續跟著校長一起推動 我想他們的住宿的環境也很重要 處長不然有時間 你不妨去我們國小再去看一下這樣的環境 再來這個我們實驗教育的工作 我們的文化師志的培育的機制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處長在這樣的機制上有什麼樣的看法 好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 國際間一些重要的測驗 就是在分析各國的學生的基本學歷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題目越來越長 題目越來越長實際上 對於原住民學生的閱讀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土榜國小 我就先以土榜國小舉例來講 我們會有三個主要的教學策略 會在實驗教育的過程中去進行 第一個就是文化回應教學 我們希望透過的是 從台灣主的文化裡面 讓學生去理解這個學科知識的存在 讓他能夠充分的去做連結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差異化教學的部分 我們必須面對不同的學生 給他不同的學習材料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希望引進新制圖的概念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孩子 當他看到一個很長的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能夠很清楚的解讀出到底有多少的重要的概念 再來去判斷題目的選項裡面 哪一個是他要的答案 所以未來這個是我們會努力的方向 處長在我們文化教室的培育機制 現在有所謂的我們的文化教師 就等於是說我們部落的學校請來引進一些勤勞 來這些 我是在講這樣的培訓的過程 是不是我們處長那個地方 教育處那個地方 可以郭一些經費給我們學校做一些這樣的培訓 就是比如我們的騎勞要怎樣讓教小孩子打獵 怎樣教小孩子做一些文化傳承的工作 這樣的培訓的機制 是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一次在實驗教育裡面的這個經費爭取裡面 教育部只要通過他的實驗教育方案 他在105年會補助我們200萬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希望在這一塊呢 能夠引進外債的人力資源 因為以目前現有的經費來看的話 我們是很難有這樣的經費去挹注 所以這個是很期待通過之後 它是可行的 好處長謝謝 希望未來的日子以後 我們圖版的學童 在我們的文化扎根語言的附贈 還有這個學歷的提升 三方面在我們新這個實驗教育 它能夠帶來推動很好的發展 對我們原住民的教育文化有新的風貌 處長 那我再請問你一個問題 在我們現場的施政報告裡面 他要談到一個行政數位學習計畫 那行政數位學習計畫 這個裡面有些時代來臨 為了加速縮短這個城鄉差距 你們编了經費也有時間也有年齡也有課程的規劃 辦理方式都有 那在這個地方我想請問我們的處長 我們達人大五地區出生民國在48年跟54年次的教育程度的學歷 國中畢業佔百分之六十 那高中畢業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那現在我們的工作環境在我們的部落我們所看到的 幾乎都是產照的工作 不然就是觀光的解說研 現在你們在培訓的保母班 那還有我們工部門的臨時工這些 這些過幾年之後 我們的基本條件之一一定是高中畢業 那我很希望在你這個行動數位學習計畫之中 能夠可以比照這樣的鄉民的需求在大五國中 開個高職部的業效盤這樣子 不知道處長我這樣的提案可不可以符合這個行動數位學習計畫 報告院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建議 我想從兩個部分來跟業員做報告 如果我們要去在大五地區 要能夠提升當地這個居民 就像您剛剛所說的就是他國中畢業之後就沒有繼續就學的 要讓他繼續讀 如果他是要正規教育 那兩個管道 一個就是讀日間的 再來就是讀所謂的高中職的 附設的進修補習學校 對他就是要 對那如果是以進修補習學校來講的話 假設以電腦 那基本上這個開設就是要以高職為主 那就我目前的了解 我們台東縣的目前國立的高中職 只有台東高商 他有附設補習學校 所以最快的部分就是可以跟這個高商做銜接 當然這裡面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 高商他願不願意 第二個 在大五地區的這個 有意願想要去讀書 就讀的人口數啊 是不是很穩定 因為一個開班的人數啊 至少要15人以上 那這裡面就還會考慮到 大五國中 假設地點設在大五國中 那大五國中本身的相關的設備 符不符合這個進修補習學校的教師設備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台東高商的老師 有沒有意願願意到大五地區來 當然因為只要有中等教師證就可以 大五國中本身的電腦教師其實也可以擔任這個課程 那也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啊 就是大五地區的有意願的這個民眾啊 如果台東高商願意開 但是他們是要開在校本部 那用通勤的方式這也是一種可能 那基本上我想站在教育處立場 我們都願意去跟台東高商來做一些討論 不過以時間來說 跟議員報告 教育部已經在前一陣子已經核定了 106學年度的招生 所以假設這個案子能夠促成 必須要到107年的8月1號才有可能 那我講的第二個部分就是 所謂的數位學習列車 我們今年度爭取花東基金 會購買兩台車 第一台車會在5月27號就交車 那交車完之後我們就開始進行 車內的這個改裝跟電腦儀器設備的裝設 那一台車出去呢 這個車上可以有13個人的位置啊 同時學電腦 那我們可以依照 議員這邊如果說地方上有開課 開某一門課的需求 而且是透過電腦來上課 我們就優先把這台車可以直接開到 比如說像達仁鄉大五鄉 還是要到任何一個鄉鎮 我們都可以優先以團體開課的 然後我們搭配相關的課程 這也是一個方式 好謝謝處長 處長我這個提案是 因為我們很多的婦女 白天可能家裡有點 家裡有事情 或是上班族的 那他們很希望能夠在附近的學校 開這樣的夜校部的班級 那剛才顯然 處長你講的跟我提的 有一點可能沒有辦法 銜接 因為你們是 你在講是車上型的 我以為那個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萬一 因為假設那個夜間補校能夠設置成功 也要到107年的8月1號才能夠這個成立 那從現在開始到107年的8月1號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那兩年多的時間 至少我們可以透過數位行動學習列車 開到那個地方去讓他們有機會 來學習這個相關的課程 好謝謝處長 那我們就努力 努力朝這個方向 來跟我們的鄉親做一些宣導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最主要是那個補校的東西 我們來積極來辦 我們會積極跟高商來做一個協調的動作 好謝謝謝謝處長 那現在我再容許再請我們的管理處的處長 你好 處長我在熱氣球的嘉年華會 你裡面有寫歌 周周有光雕音樂會 那片幾個鄉鎮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熱氣球實施的活動 到今年已經有幾年 今年第六年 第六年 那個這六年的當中 我想你從來沒有到我們南回 就是達人大午那個地方 有我去過 不是我是說我們的熱氣球 有光雕音樂會 對對對 都沒有過嘛 是去年才開始有下降 去年開始 去年開始 當然也沒有到我們達人大午這個地方 那我想我跟處長建議一下 明年我們達人下一個排魯杯的運動會 我們產地在達人嘛 那我希望處長能夠可以跟我們一起配合這樣的活動 可以我們再來考慮看看怎麼結合 別人考慮你要趕快並預算 到時候明年的話又不行 這樣這樣的話 我們我們的排魯杯運動會就不夠熱鬧啊 老爸議員如果是在這個期間的話 我們就需要看場地 因為要半光雕音樂會 他必須場地要非常的大 而且他要附近的交通要適合 你們來了我們就會給你很大的場地 讓你們去做熱氣球的活動 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明年我們達人有排魯杯運動會 那個明年幾月啊 明年我們去年應該是在八九月的時候吧 八九月啊 時間我不太確定可以 我想冰上還來得及啊 我們也來努力啦 不過相公所應該也可以配合啦 不要努力啦 確定嘛 場地要先會看一下 我想不是問題啊 場地很多可以讓我們 場地然後 民眾方便民眾那個進出的動線 我們之所以辦在太馬里 因為其實外地的遊客也好 台東的市區的人 他要從市區或者從外地來進到市區以後 要到太馬里是方便的 如果你想想看還要再把它拉到大武達人 然後這個交通的這個 這個是其實我們要辦一個活動喔 投注了人力物力 我們就希望那個活動是有效益是成功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評估整個周邊的各種的條件 我們來認真評估一下 我的目標 他知道 我也跟他講過 我希望每一個鄉鎮都有機會 對啊 現在你說騙幾個鄉鎮咧 對對對 對啊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但是去年才第一次下鄉嘛 所以 海岸線 縱古線 南迴線 都開始有了 我們希望 那我們希望如果說有更好的場地 當然可以輪替啊 我們不一定固定在某一個點 像我們在那個 在太馬里那個 曙光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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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非常好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是辦晚上的光雕 但是在我們在太馬里啊 我們辦日出的光雕 就是說原本是黑暗的 但是等我們的光雕一結束 太陽出來 那個效果真的非常好 那 你覺得大武達人的特色 是什麼樣的光雕 我們來好好的把它策劃一下 好好的研究 那處長我再繼續請教 你我們去年年初 不是年底 還是你說我們不是去看 我們南迴的一些景點嗎 嗯 那我再請教說 我們大鳥那個地方啊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去改善 或是去處理 其實我 我 我有 了解了一下啦 你們不是已經 過經費給他們去 做這個改善嗎 上回我們去的時候 然後鄉長有說 他有跟縣府有爭取一筆經費 要去做改善 那我剛剛有了解一下 公所其實那個工程已經完工了 他最主要就是修繕廁所 然後現有的建築的部分 已經有修繕完畢了 其實他已經完工了 這樣就完工了 你會再去看過那個建築 這樣亂七八糟 整個環境都是沾兮兮的 這叫完工喔 我們會再來看看 再來要求一下 因為剛剛詢問是他們已經辦完工了啦 那現在因為工地的狀況 我現在現場沒有去看 所以是剛剛同仁的回報 是說他們已經完工了 這我想從我們達人一直到多良 唯一可以看得到 可以讓遊客在那個地方休息 就是那個地方 變成那個地方 已經都是不能看的地方 你要叫怎麼遊客 在大午在達人體下 有時候也有點感到 我們這未來的輔導工作 我們會來要求改善 好 處長謝謝 謝謝 那我再請 縣長我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南偉的緊急醫療中心 我們104年度的時候 我剛上任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有辦一個工程規劃說明會 那一直到現在 呃 我們在我們的施政報告裡面看到說 今年會完成規劃 那107年就要動工 那我請問先生 如果我們104年度有一個海岸法的問題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規劃的期程 呃 海岸法的那個 呃 它是在省道跟海之間的這個部分 緊鄰省道 呃 即便 即便有在海岸法規範的範圍 我們一定也會要爭取到它 能夠呃 因為它這個是醫療的設施 我覺得應該可以排除在 啊 一般的開發案之外 啊 一般的使用之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我們 呃 呃 那個程序 其實 呃 超過我們原先的一期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 呃 呃 呃 沒有辦法在這個 呃 第一期 花中七星的第一期 就來 就來動工 那現在我們提第二期 也通過了 那 照這個期程107年 能夠來 來進行 我想應該是很合理的 很 的一個 的這個 這個期程 我們從104年 規劃到107年要動工 那我想我們的完工 也差不多要110年以後 嗯 這樣的時間 差不多也有快七八年 十年 我想做這個未免也太久 也不符合我們狼鬼縣的期待 現場 唉 有時候行政的這個流程 就是讓我們也覺得很無奈 尤其我我我自己這個當現場這幾年喔 最大的最大的困擾應該就是這個行政的流程 常常要跑一個一個流程都要跑很久 那我們之前另外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先前的那個規劃跟後來張局長來了之後 他去看過 發現實際上 還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他又重新調整一些 對這個南輝景景醫療中心的內部的這個規劃 經費還要再調高 那經費一調 要調高 就回過頭來 又要再去跟中央 特別是跟花工基金又要再重新跑一次 然後時間又要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實在是 真的我們也非常無奈 但是我們在我們 縣政府的部分能做的範圍 我都已經要求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來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的確這個醫療的問題是不允許我們這樣一直在往後延 處長我們南輝邂逅 你也看到常常發生有一些醫療上的不足或是醫療上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在我們這個南輝景景醫療照護中心 如果要這麼慘的時間才能做 我想我們鄉民他要的是什麼 我想縣長都知道 他要的就是能夠讓我們鄉民趕快把我們這個醫療的問題趕快把它解決掉 這樣對我們的鄉民 這樣才是這個是一個非常奇得 符合現在的那個 對 是 鄭建議員 其實 這個時間還有縣長我再跟你講 這個時間能不能說很確定的 讓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動工 讓我們每一個鄉民看了有希望這樣子 你要到107年動工 等一下不說又經費不足 又要過去 然後到108年才到109年 哇這個實在是 報警局長來比較詳細的 我可以回答嗎 那個現在 其實為什麼會那麼囉嗦就是 因為本來是衛生所 那衛生所的設計 變更設計是在照護師 那現在要提升到緊急照護中心 那牽扯到醫師師 所以等於是兩個師在審這個案子 所以現在整個案子 衛生福利部已經通過了 就放在國發會 所以其實我們來講 現在進得很快 之前可能因為很多法令不是很懂 所以比較慢 那現在我們把腳步已經加快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預算能夠提高 提高以後呢 加快腳步接下來水準保持 就是保持做完以後才可以發包 可是那個金錢 我們如果額度沒有增加的話 勢必很難去發包 所以我們把額度調高 所以希望這個速度能夠加快 其實我們希望是在107年初能夠 還是動工 這是我們的希望 那公期大概一年 所以希望如果順利能夠發包出去的話 這個最快最快就是108 108動工 可以完成 完成 107能夠順利發包出去 能夠這樣的話最快 好這個時間如果有確定108年度完工 107年度開工 那我謝謝縣長 謝謝我們的衛生局局長 那請坐 那我最後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農業處處長 處長好 那處長我在這個地方再強調一次 我們台九線的橋兩標 過去我們的水土保持局 把我們的安塑溪跟五福古西整治得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這次台九線的工作 讓我們整個安塑溪跟五福古西弄得真的是非常的凌亂 那我不知道他們完工之後 會不會再恢復我們原來的安塑溪跟五福古西那樣的美景 那處長您能不能來回答這樣 我們在跟公務單位的窗口是建設處 那個是五福古西的 那個窗口 兩個協調是建設處 不是你們農業處的嗎 窗口跟公務單位協調 那處長 建設處 公務局第三公務 那個他們那是高頻公務段在做的 他有關山坡地的工程他們都有做水路保持計畫 你目前也都照合定的水路保持計畫在施工 完工以後就是應該會回復到原來的風貌 我們看到五福古西 那個五福古西本來是水保集要參加參賽評鑑的一個野溪 整治得非常漂亮 那我們的鄉民也在那邊有一些做一些短期的耕作 然後變成我們的台九這個我們的台九線施工的時候 很像也不管我們鄉民的農作物 就這樣子亂闖亂闖在那個河底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鄉民當然因為施工嘛 他們也是蠻善良也不會說計較什麼的 但是他們是希望是說能夠在全部完工的時候 能夠全部恢復到原來的河西這樣的整個 謝謝蔡議員 關心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來要求那個高頻工程處 還有繁星期快到了 那我請希望處長一樣發工文給他們 在我們的排水溝流到我們的溪底的那個入口處 請一定要發文給他們 告知他們要把它清起來 免得到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找個時間去縣長看一下 看有什麼他們要改善的 我們就請他們立即改善 好 那我以上的質詢 非常的謝謝縣長 那縣長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 所以我們台26縣還是希望你去幫我們這個爭起去協調 因為台26縣對我們難回真的是很重要 有我們很多年輕人在講 我們台26縣開通 如果能夠把我們墾丁那邊的人潮能夠帶過來的話 我想我們的年輕人一定有很多的創業的機會 在我們南田不然就是在大屋一直到太馬嶺地區一定會有很多的穿越的機會 議員跟您報告 如果以人潮要帶進來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未來我們地方產業的發展 那南迴公路那個帶進來的效果 還遠遠超過台26縣 所以我可以當議員 就是台26縣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還要繼續去爭取 但是我覺得再過一兩年 南迴公路那個拓寬 從這個隧道一出來走高架橋 就直接通到我們達人 這個帶來的那個效益還會更大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做好準備 就是不能 你剛剛講到年輕人 不能還只是在那邊觀望 我們必須現在要回來 開始做準備 人潮來了 你有什麼東西留住他 你要拿什麼東西 拿著提供什麼服務 提供什麼產品 這些都要現在來開始要來進行 要來規劃 現在的年輕人很現實 他沒有看到環境 沒有看到人潮 他們是不會來的 所以 所以 有時候成功就是在 會那些把握看得到 掌握得到機會的人手上 我 你也邀請過我參加 在台東市的我們的達人鄉的鄉親的 那一個好像晚會 是啊 你看到 哇原來在達人的鄉親 在市區裡面 生活工作的人這麼多 那 我心裡在想 這些人 都其實都有能力 然後有 都有很好的專業 那他們如果也願意回家鄉 去打拼 應該也都有機會 我們現在有一點是 呃 雞生蛋 雞生雞的這個問題 大家都不願意回鄉 然後就在那邊等著說 怎麼都沒有遊客來 遊客 跑到達人去 要住也沒有 要吃也沒有 要風景很漂亮 然後呢 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也很難發展的 其實觀光本身 就是要十一住行 對不對 就要完整 那這些是什麼誰來做 民眾 這些需要有人來 來真正來執行 我想我們還得再 再加把勁 謝謝縣長 謝謝 未來我們達人鄉 發展還是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是的 謝謝 謝謝各位 好謝謝蔡議員 其實你的台26縣 不只我們台多縣政委 黃縣長 我們議會員每個議員都很關心 所以你今天講這個題目非常好的 謝謝你 好我們接下來請張萬生 張議員總執行時間4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副縣長 副縣長 兩位秘書和科技處處長 還有後面的新聞媒體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好 首先恭喜我們台東縣 五年內乃 拿到五座的那個 政府服務品質的獎 展現了縣政府團隊 對自力打造新部體系 城市的決心 謝謝你們這個團隊 謝謝縣長 縣長 這個獎是每年都有辦嗎 是的 是行政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 他從 好像是97年還是96年開始的 那每年都有辦 然後 要參加的單位可以自己去報名 可是他會經過很嚴格的 出審 副審 然後評審委員 當面 縣刊等等 那個程序非常的嚴謹 那今年是第幾屆了 第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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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縣長每年都得到這個獎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公務單位 都以這個 得到這樣的獎為標竿 然後大家一起來努力 實際上 我們去參加那個頒獎典禮才知道 中央的機構也好啦 或者縣市政府的層級 甚至於到鄉鎮 有很多縣市他們的鄉鎮也去報名 也去爭取到拿到這個獎 所以其實我會鼓勵 不只在縣府這個層級 我們現在縣的所屬的單位 我們像這次衛生局拿到了 我們的地震事務所拿到了 我希望將來 甚至於我們的鄉鎮公所 也都要有這樣的企圖 有展現這樣的決心 那因為得到這個獎 表示你的服務品質是提升的 不管是你的行政效能 不管是你的衛民服務的態度 或者是流程的簡化 或者是創意 有更新的創意 或者是在什麼樣有特殊的表現 這些都是得獎的原因 如果能夠得獎 表示我們公務體系的 整個的那個素質又提升 這個是我們應該繼續追求 感謝我們縣府的黨隊 謝謝縣長 縣長 520有沒有參加 中華民國提議實事任總統 以副總統的舊主典 我參加 我參加了 參加了 是 我知道媒體說我們南營首長都沒有參加 那個媒體是不對的 他也沒有問過我 他就自己下這個結論 就是說都沒有參加 實際上我看到好幾個 那我跟班上好像都沒有聽到說被邀請 那我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邀請是應該是府方總統府那邊 好 啊 現在政黨輪替了 國民黨執政八年下台了 那 律師薰政府上台了 那薰政府上台之前 有兩位可引 一位叫做 交通部長和陳彈說了一句話 不必要見識不要再做 另外一個農務委會主委 召集洪先生說了一句話 說到今 那有可能不開放 民進黨 換了位子 就換了腦袋 縣長 這樣的客人 時不適合他 你認為呢 可能 可能這樣的例子 可能會越來越多 因為 光是我們看到 蔡英文總統的舊子的演說 對 很多兩岸的政策其實是 基本上是 要維持現狀的 可是 那個現狀 在過去他們在野的時候 是他們罵得很兇的 說這樣是請忠賣台 可是等他上台了 他說就這樣吧 就繼續這樣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過我想 不管怎麼樣 這個總統是我們 台灣多數人選出來的 他今天已經 執政了 那 這個政府 也許在 選舉的過程當中 各自有 政黨的立場 有 理念的 不同 但是 一旦 執政了 我們都應該 要去支持 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 這不是別的國家 這是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 哪有人說選舉完 還在 一直要反對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政府 沒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也期待 新政府 能夠把事情做好 因為那天 我在現場 聽到的 蔡英文總統 點出了很多的問題 我都同意 的確都是台灣 今天面對的問題 可是重點 不再點出問題 你以前在野的時候 你可以拼命罵 拼命點 現在你執政了 這些問題 你要來解決 所以後面 怎麼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才是我 或者是所有的老百姓 要去看 光講沒有用 講過很簡單 罵 批評很容易 做做看 能不能做到 我想這個才是關鍵 那我們 不會特別去 說什麼 因為不同政黨 就去唱衰 去扯後腿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也希望 盡可能中央跟地方合作 配合 把地方做好 把整個國家都做好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這個是我們的心願 因為好的民主的體制 就是政黨會輪替 可是我們國家是一個啊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希望 國家整個都奔跑嘛 這個我想是我的心情 也應該是 所有 這個 台灣的各級政府 應該要共同有的態度 謝謝 縣長的說法 縣長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了 我們花東兩縣 是藍色執政的縣 一 花東有幾件重大的建設 縣民所期待的 一 是花東鐵路雙軌電氣化 這個 何時動工 二 花東快速道路可行性的評估 評估了怎樣 三 南回鐵路電氣化 何時動工 四 台九線脫光工程 何時完成 這件重大的建設 會不會被 新政府 銀卡 縣長 你的經驗 你的看法如何 因為你問的問題 真的是很關鍵 非常非常重要的 呃 我從南回公路 先講起 南回公路 原先 這個 預定是106年底 那現在看起來 也許因為那個隧道工程 是稍微有一點延誤 我想在107年初 我私政報告有講 應該是可以完工的 那這個 已經做到 工程的進度已經做到 超過50 超過六七十%的 這個不可能去停 這個是既定的計畫 而且已經在執行 馬上要完工的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不會 有什麼問題 南回鐵路電氣化 鐵路的電氣化 這個也已經是核定 而且前次作業都已經開始 那這個 如果照原先的規劃 是109年要完工的 我認為這個 已經核定的計畫 也應該不會有問題 花工鐵路的雙軌 這一個是還沒有正式核定的 是原來的政府 他有這個承諾 說這個是要來做的 但是我還沒有看到 我還沒有看到正式的公文說這個 旗程出來了 什麼時候要開始編預算 什麼時候要開始進 這個花工全線雙軌化 這個是也許變數會多一點 也許變數會多一點 我說明這三個 你剛剛說四個 第四個不知道是哪一個 快速公路是嗎 快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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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被推翻掉了 快速道路被推翻掉了 那個其中報告 那個初期的那個評估的報告 這個謝謝副議長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都有參與 也都有去發聲 我們都代表地方 發表了很多的這個意見去爭取 但是公路總局交通部 最後評估的結果 認為他的效益還不夠 那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常常犯這樣的錯誤 就是實際上 你整個那個重大交通工程的 這個流程是很長的 我們就拿花蓮到台東的鐵路電企劃 當例子好了 這個鐵路電企劃 從開始啟動這個計劃 到真正完工 超過十年啊 十年不要講十年 台東光這兩年 一年增加兩百萬的觀光客 那個需求 老早就超過你 十年前的評估了 所以你十年前評估的時候 可能認為說 到時候台東大概這樣子 我來做這樣就夠了 哪裡知道等他做好了 我們就已經高過更多了 所以你的基礎建設 永遠是跟不上現實 那這個是錯的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相反的 你的基礎建設 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需要更前瞻性的 看到未來是遠遠超過現在的需要 那從那時候就要開始去做了 那等你真正做好了 因為你花很多時間做 等你真正做好的時候 欸 需求上來了 是 甚至於還可以多用幾年 我們這個不是啊 我們這個花很多 等他做好了之後 根本 現在你看 買不到票啊 班次也沒有辦法增加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觀光發展得更好了 我們地方發展得更好 這個都超過他在當年 十年前評估的時候 所以我想 整個重大的交通建設 真的不能看眼前 所以這個評估 我覺得我很 我很不能接受 我很失望 就是說 現在還沒有這樣的需求 不要說這一點 我也不一定同意了 那你總要看未來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你要看整個台灣的發展 東部地方的 東部地區的國土的規劃 你需不需要讓他 把更多的人流車流 往這邊移 那這個是他們要看的 而不是看眼前說 這個還不需要 這個 這個 你問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我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 不是我們能接受的 那我期待 新政府 特別在交通 重大交通這個 我們台東過去已經落後這麼久 那每一個建設 都一做起來 動不動都要十年 超過十年 你現在的規劃 不要 不趕快 通過不趕快啟動 那等那個完工之子去距離我們就越來越遙遠 那可能那個 真正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需求的狀況 在未來就會更嚴重 所以這點我們 也還要繼續爭取 也會繼續努力去反應 那我們不期待 既定的政策 會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如果這樣子 如果因為換了政黨去執政 就把既定 或者已經在私做當中的 這些重大交通建設做改變 那我相信 台東人是不會接受的 希望縣長 在兩邊 還有兩邊多 不斷的擊催 有個交代 謝謝縣長 謝謝 縣長 在市政報告時 提到台東縣的 縣政府的計畫 以及政策 要執行的 第一 105年 校市重建清會 十一億多 現在是申請和定中 第二 105年校市補強 經費要五億多 是申請和定中 第三 徒書館總和第一 訓建工程 經費大概也要五億 預計 今年8月動工 兩年的工程時間 第四 學校行在實驗教室 預計經費約 2000多萬 向教育部申請中 施辦期間 今年8月到 106年的基業底 這個計畫 都是要靠中央的補助 那你對這個新政府 有信心嗎 跟議員報告 我會放在我們的施政報告裡面的 應該基本上就是 我們都已經跟中央相關的單位 有過初步的溝通 如果八字還沒有一撇的 我大概不敢 放在我的施政報告 所謂的 申請中 就是 大概已經溝通過 原則上他們會同意 只是我們需要把這個程序走完 那像那個圖書館 跟綜合運 綜合這個體育館 這個 之前 就已經同意了 總統也同意 行政院長也同意 教育部部長也同意 可是有附帶條件 附帶條件 就是說 你必須要 完成招商 還沒有蓋 就要先完成招商 完成招商 那我最高兩億才給你 當然其他的那個申請的作業啊 你的那個 他都有 他是這些都要一個委員來看啊 委員的意見 你都要能夠答覆啊 等等的 這些流程都不講 但是招商是必要的前提 那現在招商我們已經也完成 所以 所以這些 照理講 原來的政府 我們就已經溝通過 開出來的條件 我們都做到了 這些錢就應該要給我們 那一樣啊 如果 因為換政府 像先前承諾的 就 都不做 那 如果真的這樣子 說實在的 我也沒辦法 我只會 我只會很無奈 我會很氣 但是 我也沒辦法 我們希望 台東還是有立法委員啊 中央是他們在監督的啊 我們希望 我們也會透過 我們的立委 去把台東的這些 已經爭取到的這些建設 要能夠鞏固好 這個是我們 去做的 現場師有信心就對了 去報告議員 那個耐震補強那個部分 一般性保住款 我們已經 那個教育部已經核定了 我們有 兩千多萬的耐震補強 要分配給六所學校 這個部分已經是 台版定案 好 那有關 實驗教育那個部分呢 剛剛 蔡玉琳議員質詢的時候呢 我也跟她報告過 我們六月二號的下午 就會到國教署 跟他們做進一步的討論 原則上 國教署目前給我們的 一個電話通知啊 是說 對於我們所提出來的 這五個實驗教育 都傾向於是支持 那有關那個 供購案的部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它的一個進度是 要給他們一個月的審查時間 我們整個修正的案子 已經送到體育署 那體育署 只要到那邊 他們就直接轉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以一切都在整個的進度之中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 縣長 加油 宰治人 宰治人 好 一起努力 謝謝 我們 提政處 你好 縣長你好 好 每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就要繳地價稅了嘛 是 是不是 是 台東縣工地價格 有沒有調整 公告地價 公地價 公地價 公地價格 公公公公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 是 謝謝議員對公告地價的關心 公告地價是每三年調整一次 那今年一百零五年 一月有重新調整過 前一次是在一百零二年 那調整多少 調整的幅度 如果說照中央的要求的話 我們的調整幅度要百分之二十六 可是因為 我們因為考量到 那個土地所有全能納稅 可能會提高 所以我們的 調的幅度 並沒有到二十六 大概十 十一左右 百分之十一左右 那 而且不是全面調 我們會挑地方 挑地方就是 他的 這三年當中 他的繁榮性 比較高的 或者說買賣的情況 比較平凡的地區 有做部分調整 每年都調整就對了 沒有 公告地價 是三年調整一次 公告限時 但是 要經過 經過 為什麼 這個要調整 沒有經過 沒有送到議會計審嗎 這個要調整 這個 我跟議員報告 公告地價的調整 是在我們土地法 跟平均地權條例裡面規定的 每三年調整一次 有必要的話 可以延長到五年 這樣嗎 在我們的土地法 是不是我們學復的財源不足才標準的 不是 這個是依照中央的法令規定的 是 但是標準 對憲民有好處嗎 對憲民 那表示說我們的地價有上漲 可以賣很 可以賣 賣賣很貴 但是繳地價稅又很貴 不會 有什麼用來 跟議員報告 這事實上分兩個區塊 公告地價的部分 等於是說 是土地所有權者的持有 持有這個土地的稅金 那公告限制 才是說 如果面臨到徵收補償的時候 會用到公告限制 或者是 協議架構的時候 會做參考 等於這個 這樣做一部分的參考值 所以 謝謝助長 請坐 謝謝議員 謝謝 方報局 你好 局長 是 我們台東16鄉鎮市公所 有設建築飛機圖長嗎 什麼 16個鄉鎮市有設那個飛機圖長嗎 建築飛機圖長嗎 廢棄圖長 廢棄圖長 建築的 建築的 建築的是那個 如果是建築的那個土石 當時建設處管理 是啊 好 目前在鄉鎮公所 都 本來有設的部分是觀山跟東河 目前都已經廢棄了 這個 飛機圖長是有各鄉鎮機管理嗎 對 他本來就是在觀山跟東河 都是鄉鎮公所在管理 那個 醫療飛機圖可以倒在那個 不行 不行 他是 營建勝於土石方才可以進場 醫療飛機圖 他是屬於事業飛機圖 他畢竟是 就是 應該說衛生棋這邊有 有 有 有單獨的管理 是啊 是 可是 那就 衛生棋了 好 節奏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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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發生在 陸野鄉永章夫洛 好像那個 不合格的 飛機圖長 有人 亂到 那醫療飛機物 你知道我這個是 不合格的 包吻我不曉得 我們也接到這個通知 我不曉得 不是我不曉得 是 這個 跟醫療報告 我們醫療飛機圖 法律造的飛機圖法 他是要有專門的那個 處理機構去處理 不能隨便這個 親到的 這個 會後我跟醫療 了解一下 什麼地方 我們會去查 這個 這個責任要不要去追究 他還要追究 我們要查看誰亂到的 這個 這個 我們有這個 那個 廢親法有管理這個 醫療飛機物 他是要有專責的 一個處理 處理清楚機構去處理的 我們每個月都有 都有這個 統計 跟這個 去查 那個醫療院所 那個 會後我再跟議員 了解一下 這個是什麼地點 我們去查 局長都不知道 醫療飛機物是 如果 亂到的話 是要處罰的 他們為什麼可以亂到呢 不應該要亂到 因為非醫療飛機物 是要醫院或診所 診所 要統一收集 收集要送 一定要送到外縣市區 我們台東也沒有辦法處理 那個是在中 有一個專門在處理 黃國局長 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 是 我們來直接查一下那個 來源 是 好 謝謝議員 我們先去局長 這個 這個 非機物亂到 會不會影響我們 人體的健康 當然會 那你以後 有發現這個 要怎麼辦 那我們一定要處罰 處罰 對一定的 希望你把這個 要把關一下 是是是 亂到當然是不好 是 好 請坐下 謝謝 計畫處 處長你好 我們台東前線 都有裝那個五線光屏嗎 是 台東前線都有 前線都有 好 那我們中古線 海安山脈西側 江湖 紫上鄉 正新村 觀山鎮 電光里 鹿野鄉 寶華部落 鹽丙鄉 軟山中 有裝嗎 這個 這個我要再查一下 那 沒有裝 仔細的位置 地址我要再查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以 十字路口的 有浩志登的為主 所以可能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部落裡面 那這個部分 可能要再查一下 你都不知道 還要查 有沒有裝多 應該 駐長都知道 因為山西的地址 可能要根據實際上面 它的位置 位置圖去判斷 那 如果是沒有裝 那怎麼辦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裝的話 有兩個 辦法 第一個就是 我們跟 原明會去爭取 愛部落 他們的無限寬平 能夠進到我們的部落裡面 那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 在今年 下半年 我們會做一個全盤的檢討 若是在使用率上面 比較偏低的 然後有比較 需求性比較高的 我們再會做一個轉移 因為這個地區 都是邊緣地區 所以說 希望我們 駐長也要 趕快的想辦法 把這個地區 要有這個光瓶跟那個 那個 可能有些偏遠的地區 是中華電信的電路 沒有辦法到 所以即便我們想要裝的話 可能都會受限於電路的問題 也沒有辦法來實際上的施工 這個部分 是我們 還在一直跟中華電信溝通的 還有 我們那個 辦理有線電視業 補導與管理 目前台都有兩家 是 那 怎麼 怎樣的條件 才可以申請安裝這個有線電視 基本上 都可以申請 但是要看有線電視 它的線路 在附近的地區 它有沒有線路可以來做施工 因為比較偏遠的地區 他們的施工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他們的線路不見得會到達 如果是那個部落都沒有那個 沒有辦法安裝它 我們新政府要不要協助一下 我們會跟廠商去溝通 然後會做一個調查 廠商通常會做一個調查 看用戶數 要申請的用戶數的數量 然後他們再去評估 他們需要投入的成本 這個部分 為什麼 許多偏鄉的地區使原民會來補助 做衛星的天線 那原因也是因為在實際上施工上面 有極大的困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再跟業者去溝通 此上鄉申請住 現在有十二部想要申請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協助他們 好 那會後的議員再把資料給我 我們再把詳細的位置 我們再去跟業者溝通 什麼樣的資料 是他們的名冊嗎 不是他們的坐落的地址 這樣打開的地址 對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教育處 處長 永榮分校裁兵後 現在是飛行學校工程完成了嗎 是 當時教育處來永榮部落活動中心 那裁兵說明會時 以當地的家長談了條件 微型學校要臨時員 是要入用當地的欺勉優先 不知道縣服以該公司兼約等內容如何定定定 你知道嗎 報告議員這個部分我不了解 不了解 可是我們每次開他們的部落會議 他們每次都在問這個事情 當時我們教育處說有這個條件啊 報告議員我會後回到處裡面 我會找國教科馬上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我們教育處要合併的時候 還一直要求他們蓋那個同意書 然後他是才談到這個條件啊 可是到現在廣工了 連累用到他們的當地的人 他們在念每次開部落會議 他就在問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當初有參加這個合併的說明會的時候 所以說他一直問我們 我們也能幫他回答 是 報告議員這個會後馬上了解 好 希望我們助長可以了解一下這個事情 好 助長還有指上向真心的分校 這個財兵有共識了嗎 正心分校嗎 本來他們最近要召開部落會議 後來又因故延遲說要到中秋節的那個假期 才要開部落會議 那我們還是會再持續溝通 其實第一次我有參 第一次說明會我有參加 有我知道 但是你們帶的資料 只有口頭講一講 他們一聽出去就沒有了 資料都沒有準備好 背道壽司都沒有做好 對那一次我了解完之後 我馬上要求進行第二次的會議 那一次會議裡面 我請副處長帶著國教科的同仁去做報告 那一次呢 包含時尚鄉的張鄉長 他也有到現場 因為他也表達了未來如果正心分校 背校的話 可以讓遲上生來利用這個學校的校地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再跟地方上有更多的溝通的機會 希望下一次把那個背道措施做得好一點 他資料也要送給他們 才會有辦法說服他們 我們都沒有辦法講 因為沒有資料啊 要怎麼講 報告議員 下一次再開會的時候 我也會邀請您啊 也希望您 我們都不敢去參加那種的會議 我們站在哪裡都不知道 會被他們罵死了 就像這個永隆分校 你看 當初我們教育主 所答應的 也沒有啦 這個會不會瞭解 我怎麼分家 因為永隆分校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到任 所以我就不了解這一段 好啦 下一次要這個圍道措施要做好一點 好的 沒問題 好 部長請坐 謝謝議員 緣民處 什麼叫做部落崩法人這個組織 這個這次是在那個原器法裡面的第二條 我正列了二條之一 就是原來以前 應該我用比較那個 應該是說 像現在有一陣當中的工法 大概是農田水利會的性質 是讓我們部落 因為以前我用這樣的根源講好了 像以前很多我們的土地 就是比如說我們的聚會所 聚會所因為沒有辦法登記到部落的名下 然後我們是登記到頭目 或者說部落某一個人的名字 可是因為他當要搬到祭城之後 當然是因為祭城之後 還是以他的子弟為先 有取得這個土地 那未來如果說 以部落崩法人這樣的概念的話 以後我們的聚會所 如果是我們公有公共的財產 那就會回歸到部落 這部落就可以去登記為部落的名下 是用這樣的來方式 就跟議員去做解釋 這部小的議員 這樣是不是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可是這個組織很難成立 因為他是才剛合定沒有多久 我們未來可能還是要再跟部落去做溝通 那你成為部落公法人 還要去申請成為公法人 還要去跟真正 我去申請他成為公法人 還是要經過申請的程序 當然他現在的部落公法人 是以我們全台都有183個 合定的部落 以合定的部落為做 為做優先做部落公法人的去申請 這樣 那公法人的功能是什麼 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公法人未來是可以去決定一些事情 譬如說是經由部落會議的決定 決議了之後 是由這個部落 譬如說是像議員是在電光部落 就以電光部落提出跟政府這邊 跟工部門這邊去提出說 我們部落會議裡面的這些要求 它是可以造正常程度 它是可以發文過去給我們一般的 就是正常的公務機關 是這樣嗎 是 那未來可能其實還會有很多的問題 會產生 那因為現在部落公法人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些配套 所以未來應該還會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要怎麼樣去申請這個部落公法人 後面還會有 那個園民會這邊還會有再做一些說明 到我們各鄉的部落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在那個 像這次我們部落大學也會因應這樣的 因為最近這一年都有太多的法案 或是行政命令是新定的 所以說我們怕我們像公務機關的一些 我們在部落服務的這些公務員 針對這個新的法令有太多的不熟悉的 所以我們也會在部落大學裡面 針對我們公務機關的 為了在做部落服務的時候 然後可以先了解這些新的法律 我們在部落大學裡面可能這一次 這學期我們會開非常地特 讓他去多了解 那也希望是說未來如果說議員的助理 也可以來參與我們這種課程 那未來去做跟部落的溝通的時候 我們有多了一些人可以協助我們跟部落溝通 好 謝謝我們處長 也謝謝各級處 我出行到這裡 謝謝主席 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張萬生 張議員 也謝謝我們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及各位集處所長 也謝謝各位媒體先進 我們今天的總知情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下午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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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